這是我們所謂的EMBA EMBA在畢業之後 他的整個企業的舞蹈跟顧問 跟上一層樓 替董事會 換句話來講 勞感或者董事 來做更高層的企業的顧問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有非常豐富的 從基層的成本的演算 一直到高層的企業的策略 訂購等等的公務經驗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夠提到這個學姐 來跟我們同學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專題演講 這個專題演講裡面 學姐她的經驗太豐富了 而且她基本上都是對老闆負責 所以等下在演講的時候 參與可能就是按照她在董事會裡面 替企業替老闆做顧問的方式 來做這樣子的分析 也許對同學是一個 完全懶新的一種經驗 來往先設立 鼓打發我們的訓練 謝謝 你可以這樣講 講完了需要 你去放這個東西 OK 好 老師 各位學弟妹 大家好 好 一定要講 很好 我已經習慣了 我突然覺得拿這個不習慣 頭一次拿 首先我先跟你們提 也許我商務界習慣了 今天很謝謝老師 我今天穿比較輕鬆跟你們一樣 因為以前 正式上班都會穿正式的套裝 那很謝謝老師 她答應到我今天穿得比較輕鬆 好 我們在商業上來看 這個算是不禮貌 可是 還好老師說 這個是OK 那所以的話 這邊特別跟各位講 好 那我今天蠻高興的 怎麼講 跟學弟妹 來去分享我個人的經驗 北浩老師她是我 也是我博士班指導教授 你們也知道嗎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非常感謝老師給我的教導 那學姐呢 以我的過兒任經驗跟你們分享 管理會計 對於你們在氣管系的定位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 因為以商學來講的話 我們回歸來看 你商學 你氣管系裡面哪個部分 你唸五管 五管是哪五管 產銷人發財 OK好 當你唸了這些很多 概念性的問題的時候 我給你請教問題 你有興趣在Marketing的時候 你真的比得過人家 行銷物流系的專精嗎 你今天你要HR 專攻HR 你有沒有HR的專精 人要人力資源系 OK好 那你今天呢 你本身 你如果今天你要走升管 你有沒有工業工程 人家的強項 回歸了 那好 那我們再來回到會計部門 你有沒有會計系的強項 我們以前會計系是怎麼唸的 剛剛我跟老師他知道 我們是一個禮拜就想要考兩次的 所以我以前唸中原會計系 可是因為早期老師 因為我們的老師可能是因為 從政大幫那邊出來的 他想把中原的系 那邊會計系弄好 我們那是蠻早期的時候 那時候兩個禮拜 我們一個禮拜就考兩次的小考 一個禮拜 所以呢 你們算也絕對沒有會計系的強 我很直接明講 那我們回歸來看氣管系 到底你氣管系畢業 因為現在這邊好像都大三嘛 那大三呢 你們要去思考想一個問題 我來念氣管系我的定位在哪裡 那可是呢 在這種情形當中 可能我要跟各位提的是說 今天你要在談氣管系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回歸來看一個重點了 到底我今天 無論我落在哪個系當中 我今天我所要的是什麼 你要決定你自己 決定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人生的高度取決於你自己 給你什麼定位 那相同呢 這個部分也是我要跟你們分享 那首先這邊當中 在跟各位上 就是說在分享我的經驗之前 我先各位簡介我個人的一個工作經驗 剛剛老師大概有講 我自己本身大學是念會計系畢業的 那其實在念會計系之前 我是念室內設計系 我是有念了一年設計 設計其實對我後續的影響很大 我沒想到後來是影響到我在做管快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設計 其實設計這種室內設計 我以前其實是想念畫家的啦 是想念走美的東西 是因為我的父母親覺得說 女孩子不要去什麼工地 所以我是硬被擠轉到會計系的 那OK好也沒關係 可是設計的一年的訓練 那雖然是我的興趣 那種情形當中 在設計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剛好跟你們分享會畫的觀念 設計表面上你看到天馬行空 最後要怎麼回事 我們畫圖最後 你會看一幅圖畫一個很均衡 它其實裡面我們所講叫做一個消點 消失的點那個叫消 那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今天從這個地方 我從整個遠闊的觀點來看 我要抓幾個消點 因為那個消點就要回歸那個消點 我才能夠去抓到整幅畫的均衡 這樣你們了解嗎 不會感覺這邊的頭大頭小 你會覺得這樣遠看就剛剛好 就好像你們看最難畫的一幅畫 為什麼達文西的耶穌什麼最後的晚餐 那個最難畫是它有12個消點 也就代表一幅畫當中 讓它一幅出來的時候 你的消點 你那個消點如何讓它去整合各個過程當中 那個所謂外在的變數 我們外在變數現在習慣講 你要外在的取決那個畫圖的當中 你倒是要收斂到那一點 12個消點 那是最高難度的以畫繪畫角度 那這個概念其實影響到什麼 後來我轉念到會計系 因為我自己念中原會計系 念中原會計系的時候 我們知道會計有分兩大項 有分哪兩大項 財務會計 Financial Accounting 跟Management Accounting 可以告訴你們一句話 念氣管系的人 你最後就要像那個消點一樣 你最後要回歸用廣塊來做 整個平衡定調 你的在企業界 你的impact factor的影響力 才會出來 這是學姐要告訴你們分享的 因為這個部分當中等會跟你們講 管理會計 它是一門非常科技整合 不是那個technology 是科目的科 你必須要把各個科目去進行融合 貫通了以後 你找出你的定位點 強項帶 假設你今天你要去做marketing 可以 你今天marketing 你要去做什麼 老闆說你要去做marketing 你要去說服老闆說我要花什麼錢 那老闆說好啊 你有什麼很多idea不錯啊 怎麼樣 I'm sorry 那很抱歉 你說要感動行銷 那概念很好沒有錯 可是你講到感動行銷 到最後我要怎麼做 要花多少錢 企業回歸都是回歸 我要花多少成本 你要我去算 那老闆會繼續問說 你到底這個開發多少錢 會帶進多少收入 那可能要花多少錢的過程當中 可不可能要做價格測試 要多少錢 消費者可能會接受 可是消費者還沒完全接受的時候 在開發期的時候 公司要燒多少錢 錢要怎麼來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廣塊要做的東西 那例如說 OK好 Anyway 你今天假設 你要去做什麼 你要去做HR 可以啊 我們HR最常碰到的 除了什麼 招募對不對 什麼招募什麼等等 這些東西 hire 怎麼去hire 一個人 你要怎麼去過 你做training 我今天我到底要training 我今天要招募這個人 他跟我談的 我的bonus 多少 我到底 你跟我談你的價值是多少錢 你跟我談你的價值 那我要去評估 到底你帶給公司多少價值 這個錢怎麼算 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 很多人都 很多人就是卡在這邊 他只會算一般的法定成本 可是其實真正的廣塊 是要去深入到 你怎麼去算出一公司的政策 去算出說 這個人可以價值多少成本 這個也是廣塊的概念 那相同我們再繼續來看 看什麼東西 你今天 你要去做升管 我跟你們請教一個問 你們升管 你們機器產能的分析 你們有比一般工程師強嗎 沒有吧 我很直接明講 沒有嘛 那你們怎麼去定位 去做出你們在做升管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你們怎麼去做成本一階 二階三階的分析 甚至呢 升管當中 除了他們會做動作研究分析外 到底氣管系你要去做哪一端 我想這一端都是要透過管理會計來去做的 所以呢我會跟你們分享說 會計系的訓練是兩個 那你們一般看到會計師就是在做 financial accounting 它是一個標準standard的部分 概念就好 它比較沒有時效性 可是管理會計 yes 它就符合我們什麼 我們氣管系要做的 它符合公司的政策 公司老闆要的部分 我就我要什麼 我要一個 我是我要解決問題的 我的solution oriented 而且我的解決問題的導向 來去進行一個分析 那這個情形呢 就是氣管系的學生要做 也就是說 學姐跟你們分享說 念管快其實是到最後 是要去 管快就是一個氣管系最後的消點 你怎麼讓你的所有老闆 在做一個均衡當中來去做的 那我會跟你們講這個部分當中 因為以後等一下會跟你們分享 這個其實是跟你們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後來 我先跟各位提 念了中永會計系以後 我本身是有受過會計系的 所以我們比較一個正統的扎實的訓練 就中高層管省 那時候訓練 包括AIS 早期我們那個 會計資訊系統 我們還要會寫程式 我們那時候我真的是被逼了 那時候 現在的話你們不用寫程式 我們那時候早期都要寫 什麼叫COBO語言 資料庫 你們可能現在都不碰 那是寫銀行系統的 所以 因為透過系統分析 在寫程式語言的設計的時候 那個其實幫我在做企業的流程分析很重要 那往後我大學當然畢業以後 我大學畢業以後 其實我92年 我就進去中國大陸 很早就進去工作 你們那時候應該也還沒出生啦 還是剛出生 在吃奶嘴吧 應該是在吃奶嘴的時候吧 92年出生嗎 剛出生 剛出生 對 1992 出生了 在吃奶嘴時間嗎 那時候是在奶嘴時間嗎 那時候我大學 就是我剛才這樣的年紀 我就過去中國工作啦 我就過去中國廣州工作 那當然啦 那時候就像你們這麼年輕有沒有 我去了半年還是不習慣 因為去我是最年輕的 我是最年輕的 我現在如果當留著的話啦 那時候當時留著的話 現在是不一樣 可是也很難講 後來我回來台北 我就馬上進去Price Cooper 就是現在支撐會計事務 那時候我就在台北工作了 那我的客戶群在事務所的 都是跟大型的會計事務所 一個經驗 在那裡面工作當中 就等於是說為我日後 在做我現在在做整合性的管理會計工作 其實有很大的幫忙 為什麼 因為在大型的會計事務所 我的客戶就是鴻海HP 那個趙騰雄啊 就是遠雄啊等等 就是這些客戶 所以呢 包括福茂Decca Polygon 那個保利金唱片 那個我們都查過了 都查過了 這種情形的一個 查帳的過程當中 讓我學習到就是數字的精確性 對學校財務會計 可是呢 那時候沒有碰到管理 是等到我自己本身 有一段短暫時間離開家 就等於是在學校當 在道明中學回到高雄 那有一陣子在家裡帶小孩 那我當然就等於說 後來又出來工作 就是到一家汽車公司當產業界 第一次當財務經理跟執行秘書 我開始接觸了符合管理會計 也就是說 那時候我已經是跳脫事務所查帳 而是站在公司管理制度 因為老闆當初為了省錢 因為我們公司資本人才三千萬不多 那老闆為了省錢 我那時候兼財務經理 又當什麼 又當執行秘書 也就是說公司的薪資政策 什麼薪資管理制度 還有什麼管理規章 全部都要我來負責一個人弄就對了 所以那個時候讓我開始接觸管管 可是你跟老闆啦啦啦啦寫那麼多以後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句話 就像你們現在在寫報告 你會發現到最後的老闆 他直接放在旁邊 他說當你要花一個錢 他只說你叫他算出一個損益分析給他 什麼時候他說 我什麼時候回本 那這個概念就是什麼 你們學的管管 所以我在企業界那一塊 我開始深深體驗到 我們自己本身在走一個高階管理階層 你不是只有懂概念性的東西 你概念性的東西要懂一萬 你要怎麼去透過那個消點 去把它去做一個平衡 你一定要用管快來做收斂 我可以很大膽的告訴你們 氣管系的學生 如果沒有好好把管理會計學好 你以後在業界很難去 你很難在業界去做高升 我很直接敏講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會告訴你們 有很多的分享的案例 那這種情形當中 當然我後來自己挑出來創業 在挑出來創業的時候 然後宏觀我現在雖然暫時 因為念博士班 我短暫暫時先把它close掉 我把短暫暫時把它close 因為我員工最高人數 是乘以25個人 那時候 再進行 跟我那時候出來想 我剛才出來創業回到高雄 我到底憑什麼 能夠在企業界 能夠讓他們去做 因為你叫我去做傳統的一般氣障 我也不願意 我知道那收一千兩千 那個絕對無法cover管線 那怎麼做 我後來想 那時候我主力表面上 我是用做財稅的記帳顧問 像傳統快捷 可是我走一條新的路 我其實是用廣塊的角度下來去切的 切市場 也就是那時候 我就得提供大型事務所的服務的能耐 可是我的價格是他們的六折七折 可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我又提供什麼 我又提供管理快捷服務 像例如說我跟客戶看他們發票記帳 欸我看了他們發票存貨以後 我就開始在算 幫他們入帳了以後 我就跟他們講 欸你這個存貨層沒有積壓 那你本身應該是不是要計算EOQ 就自動幫他們去設算EOQ 你們知道什麼是EOQ 學到了 還沒 這是存算的就是經濟採購量 這邊沒有算 對不起 對 對不對 經濟採購量 經濟採購量等等這些 結果他們覺得欸 這個部分我們是用最早期的 廣塊的概念 那在企業界當中 我告訴你們一句話 等一下會跟你們分享一些案例當中 企業界到最後 都是在做科 你做高階 企管系的人 其實企管系 我想跟學弟妹請教的問題 你們為什麼能念企管系 企管系訓練的學生最後是做什麼 賣保險嗎 不是吧 當業務嗎 我所瞭解好像氣管系最後應該是 訓練當一個公司高階經營者吧 當總經理吧 當當 我印象氣管系是要這樣訓練的 老師不想對不對 對啊 氣管系到最後是當高階的總經理 跟董事長的 我所瞭解氣管系的宗旨 可是呢 你今天在面對當中 你如果對於數字不懂的時候 這就是牽引到公司的成本 公司的金錢 你知道我們知道企業的血脈是什麼 企業的血液是什麼 就是資金 當你對這個東西 你本身不熟悉 我可以告訴你 你根本都坦承 你根本要在企業界生存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當中會跟各位分享說 你要怎麼去運用 你們可能會在一邊寫的過程 剛剛會跟老師問 我就在吃飯 我問老師說 學弟妹不曉得你們一個禮拜考一次 考試考幾次 老師跟我說 好像是沒有考那麼多次 因為以前大家哇啦哇架說 在念 學姐跟你們分享 這個考試 怎麼教你們學習計算 是絕對有好處 絕對有好處 因為在你們快速的過程當中 你們怎麼去跟老闆們去談 你沒有熟練度是沒辦法去做的 所以呢 這個情形當中會跟各位分享說 你廣塊要怎麼在企業界運用食物 等下會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今天再跟 我今天會跟各位提了說 待會我會提這幾項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有關 我今天要跟你們講的概說的部分 那會告訴你們說 到底廣塊的東西在企業界有什麼重要性 為什麼你們要好好的去把廣塊去學會 這一段 無論你重點 沒關係 你要專精在HR 或者那 可是你其他科也許可以PASS 你有你的專長都OK 但是你最後一定要去做廣塊 做那個什麼 做那個消點去做收斂 所以我會告訴你廣塊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會告訴你 企業界所面臨的思考問題 因為當你要了解一個老闆當中 他所想要的是什麼時候 你要去想他去煩惱 你要去針對他思考的問題 來進行Solution 的一個方案 以及解決問題 那管理會計 如何在這個動態的競爭環境上 你怎麼去運用的範圍 那當然最後會跟你們講一個 conclusion 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我今天會開始跟你們講 一個部分 這家公司知道吧 不是麥當勞先生 你們知道這家公司嗎 McKenzie 知道嗎 知道嗎 氣管系一定都知道這家公司 麥肯是管理顧問公司 不知道請舉手 還是不敢舉手 沒關係 好 不知道這家 好我跟你們說 麥肯是管理顧問公司 他可能不是全世界有關顧問人數最多 我可以告訴你 管理顧問不一定是他最 但是他是最有影響力的管理顧問公司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為什麼 你只要念到氣管系越深入 一定會談這家公司 他是美國的一家公司 你只要查McKenzie 他做那個專案 你知道他們顧問師進去公司 在台灣基本起心跳進去多少 一進來 十萬 蛤 十萬 九萬多 那談津貼是十萬 有到十萬嗎 我那時候 我去年應該才三個月前接觸的訊息 是九萬 九萬起心 所以你有最新的訊息是不是 他們一畢業 我不管你的背景是什麼 他們起心一個月是九萬 憑什麼要領九萬 我可以告訴你 有人工作十年 不要說二十年都沒有九萬 他們憑什麼 像你們這個年紀一進去就要九萬 但是他們談案件都怎麼談 他們一個管理顧問公司 他們案件怎麼談 他們一次Case都多少 他們單位都是百萬千萬在跳的 百萬對他們來講是小Case 都是千萬 他們一次做都做大型機構 為什麼一個公司會轉 其實甚至根據文獻 就我所看過 我們講說 顧問有沒有 是企業的醫生 是最早期這個口號 是由麥肯熙打出來的 那這一家公司 他是由美國發跡的 會提到這家公司 是因為他本身 他當初在1900年的時候 他其實這一家公司 他是以成本會計起家的 你們可能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 1900年當中 這一家公司 那時候他們的創辦人 叫McKinsey 就是叫這個人的名字 那當初那個老師 也是跟我們北郝老師一樣 在大學當教授 當成本會計的管理教授 那在這邊當教授當中 他想說 我既然要跟會計師的簽證 來去做出一個區隔的時候 所以他那時候 麥肯熙管理官 他就提供為企業界有沒有 去提供什麼 做成本計算 甚至做我們後續的什麼 成本決策的部分 這種情形 他跟一般會計師的 會計師查核簽證 是做出不一樣 那後來這家公司 會整個輪出來有名的 是因為 他的弟子 叫Bever Brown 那位學生 他的學生 後來那個老師 退出去了Quit 他到一家百貨公司 當總經理 就把他的公司 給誰 給他的學生 他的學生把他發揚光大了 現在全世界 McKinsey 的資料 不是很可怕的 他那個部分 大型 在台灣只有五位 現在只有五位 可是五位 那五位扛很多重大的案子 他們那種單位有沒有 裡面都是人才 裡面雙博士 都很多 那早期他採取的是什麼 經營主義 那我要所提的是說 他這家公司 就是提供做什麼 管理 其實說穿了一點 他就做的就是管理會計的服務 你們可以去看這家公司 甚至很多連中國 都要打出什麼 打敗麥肯錫 都在講這家公司而已 因為後來什麼BCG 那個管理顧問公司都有 可是麥肯錫 這家管理顧問公司 是很重要 他是一個管理會計的 很典型的一個代表 那我這邊會開始告訴你 為什麼 憑什麼他跟人家一個charge 你知道他幫藝影做一個企業再造 報價報多少錢 第一銀行 四千萬 五個人做四千萬 還有其他的 為什麼 他一定有他的強項 因為他進行國際性的資料庫 他公司 這家公司成立差不多八十 應該八十幾年 這家公司 所以呢這家公司當中 像我定期 我從2001年就開始看他們的quartery 就一直不斷去看他們的paper 不是paper 看他們的類似電子報 我到現在還是養成會看他們的電子報 他們最新的東西都還出來 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上網去看這家的 他的quartery 一定要看 因為他會講到最新的一個資訊 是值得看的 是我們做氣管人要去看 那這家公司他就是為高階經營管理的階層 去提供管理顧問 他不是去做基層的顧問 但這種情形當中 他會站在哪裡 你們要去了解說 一個企業界老闆 他care是說 企業界老闆他所思考的問題是什麼 你們為什麼來念氣管系 你們覺得老闆在想什麼 老闆在想什麼 賺錢 對啊 沒錯啊 你們覺得老闆在想什麼 你覺得老闆在想 除了賺錢以外 你覺得呢 有沒有其他同學 對啊你們覺得呢 還有領土的擴張 他企業領土的擴張 企業領土擴張就談到IPO的部分 所以呢 他怎麼去克服他現有的問題 那我今天在這邊當中的時候 可是你今天你要賺錢 別人要賺錢 在肉那麼有 一塊肉那麼有限的一個狀況下 他企業界其實有太多的變數 要去處理 所以如何解決企業界經營食物的問題 當中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是你的強項在哪裡 其實氣管系說穿了一點 他就是類似一個總體經濟的概念 他用marker的一個概念當中 來去協助老闆去做他前面的領頭養 也不能講領頭養 你如果知道領頭養的概念是 你要當高階的顧問 因為老闆他不肯問其他 他一定問他的顧問 他再繼續下判斷 起碼你們在做他的幕僚當中 你會幫他去收集資訊 去導引注意當中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協助去解決 老闆要的經營食物的問題 因為老闆 以後你們會體會到老闆要經營 他食物的問題絕對有兩項要處理 在經營食物上 第一個 流程的改造 那流程的改造的部分 有時候都是交給基層下來去做 你們就是跟他報告結果 我怎麼去講 第二個 外部環境的大變動 那個是他們現場沒辦法去做 所以呢 這個是老闆要去做的 一個概念 為什麼像許文龍 還有像一些人 許文龍會釣魚 你們覺得許文龍釣魚 是壓榨員工嗎 他自己跑出去玩嗎 員工賺錢給他嗎 不是 他其實就是要處理外在變數 那些員工 流程已經處理完後 不能再處理的問題 當然以我們來講 那個是所謂外生變數的概念 以研究方法來講 那是外生變數 他去處理那個問題 所以呢 這種情形當中 我記不記得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問說 郭台銘他問說那個 謝謝 為什麼我可以領千萬的年薪 喂 OK 這樣可以了 好謝謝老師 為什麼你們爆肝 我卻可以領千萬年薪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篇文章 有嗎 我相信這篇文章 你們要很仔細的去看 郭台銘講了很多老闆care的事情 他說 因為有的工程師會說 為什麼我爆肝 你卻自己那個好像意思可以享受 因為在一個企業界問題當中 老闆所專注的問題絕對是跟你們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以後你到一個公司 你從基層做起 到中階 再高階 你完全思考的角度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角度 所以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同樣一筆花費 舉個例子 500塊的差旅費 剛剛老師讓我聯想到 今天我們認為 如果你今天是在基層 你是一般的會計小姐或者人員 500塊的差旅費 你在乎的是什麼事情 這500塊有沒有符合稅法的憑證 有沒有符合公司的部分的規定 可是等到你當到中階主管 你看到這500塊的差旅費 你在想什麼事情 你除了想說 除了有沒有符合入帳的基本基礎以外 你可能會想 我這個部門需不需要花這個錢 我花這個錢是不是吃到我的什麼 我的部門的什麼 收入 我的獎金 我告訴你 他們是care這件事情 中階主管是care 500塊 花在高階 他會問說 這個500塊值不值得花 甚至是不是要花5000塊 5萬塊 因為為什麼 他可不可能幫我代算的效益 如果這個500塊 這個差旅費值得花 5萬塊都花給你 如果不值得花 五毛錢都不可能花 高階 這是完全同樣的一件事實 可是站在你每個不同的階位 定位是不一樣 OK Anyway 今天你們要做的管理會計 就是要訓練到什麼 到底這個500塊值不值得花 是要花5萬塊 還是五毛錢 這個就是你們氣管系要去訓練的 所以 當你如果有走到這一段 恭喜你們 你們就等於是什麼 對老闆有你們的impact factor 影響力 也就是說 你如何未來 在你的工作當中 你如何去界定 你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及分量 我想這是以老闆觀點 是自己觀點 你怎麼去取得平衡 那這個部分當中 就可以去做 那馬步工 我想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這種情形當中 可能會跟各位談說 我們會繼續來談 企業界所面臨的問題 你們 最近有沒有在看財經新聞 你們好像比較沒有習慣看財經新聞 也沒關係啦 因為才大三 大三是應該晚 對不對 OK Anyway 其實在一個企業界當中 一個老闆所面對的問題 其實是非常不斷地 動態的競爭的經營環境 為什麼會講動態 因為你時時都在處理問題 他不是像財務會計 一個會計帳 一百塊就一百塊 可能老闆他隨時要面對的問題是 到今天 我今天要處理的問題 到下一分鐘是不一樣 甚至你可能會非外天然橫貨 就會進來 那好 假設你今天出了一招 你跟他說 你要用低價競爭 我跟你請教一個問題 你今天你珍珠奶茶一杯賣十塊錢 我給你五塊錢 好 那你有沒有本錢 好 那這個都要動用廣塊的概念去算 就舉例 那好 如果今天甚至 他也來跟你 業界可能來個甚至來跟你英等 去跟你去舉報 或者是故意去弄個什麼簽名 舉例啊 或者是點點 讓你公司一下的信譽突然間面臨危機的時候 我這樣舉個例子 最近不是有那個奶粉嗎 加鹽的那個奶粉嗎 那個廠商其實很無辜啊 有沒有 那我給你請教一個問題 為了那件事情 你說那個廠商是不是很慘 他差點 我跟你講 有的公司會為這件事差點要倒掉 如果他財力不夠雄厚的話 他真的會覺得一副很莫名的 這個有點類似像鵝有沒有看過鵝被打到的情形 那個人家為什麼說笨頭鵝笨頭鵝 就是那個 如果那個冰包嚇下來 如果鵝在下面走的時候 他被打下來 他完全是疼了 他不知道該怎麼 我跟你講有的企業界就碰到 他莫名其他不曉得 從天上掉什麼東西下來 他會覺得一副莫名其妙 因為我曾經看過那個鵝被冰包打過 全部盪在那裡那個蠢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的話 我會跟你講 企業界常常會碰到這個情形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一些競爭經營環境 甚至舉個例子 所以五年前好了 不要說 兩千年以前 賈伯斯曾經被掃地出門 那是他們蘋果 你們有沒有去看賈伯斯傳 沒有 應該要去看 有一部賈伯斯傳你們要去看 要去看他 他也曾經被他創辦的公司趕出來過 他被他趕出來過 OK好 他為什麼進去 為什麼又進去 一定有他的能耐 那相同企業界也是有這個情形 那你在面對這個情形呢 我們現在看幾年前 宏達電是不是曾經是台灣的光榮 跟Acer 最近呢 他們是每個都慘兮兮的 都很慘啊 包括2008年華碩的EPC 有沒有 那時候也很風光啊 iPhone 都還沒有那麼風光啊 可是你看 企業界就是這樣子 台語講的 有時候我覺得台語蠻傳承 雖然兵準的 真的兵準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面對動態競爭環境當中的時候 其實每天都是不斷變 你今天勝利了一下子 我可以告訴你 下一分鐘可能不曉得 可是你如何在有限的資源當中 去進行公司最佳的資源配置 所以呢 你在面對這個情形呢 一個老闆所要面對 他要面對 其實都是 要第一個 我怎麼對股東要求責任的交代 上市會公司就是什麼 股價的部分 再來 我怎麼去對銀行 對債權人的部分 去進行負責 甚至我的供應商 都是我的債權人 我怎麼去把錢還掉 OK 利息本金能夠正常償還 那對於員工呢 能夠提供穩定的就業保障 員工的福利 還有甚至談到企業收徵 當你面對這個問題 你沒有去談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句話 什麼事情都是免談 所以呢 在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你沒有去思考想 一個企業界所面臨的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氣管系 其實就是要去透徹了解 老闆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你沒有 我可以告訴你 老闆就回家去請你吃自己 不然永遠就是基層 很多的 他們那些專業的幕僚 也就是說穿了一點 氣管系就是高階經營者的隱形幕僚 你們要記得這句話 在這種情形當中 你們要去思考 了解它的外部環境是什麼 那我們在心裡想 當我們面對這些問題當中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臨思考這些問題的解決 你總是要去解決的方案 那解決方案當中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現在面對更具體化的問題當中的時候 你現在面對更具體化的問題當中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想這些問題 不好意思 我剛剛跳得太快 OK 好 謝謝 因為企業界所面臨的問題當中 一個老闆所要面對經營主要思考的主軸是什麼 如果可以的時候 我建議你們 你們這些可以做你們的 以後你們的葵花寶典 大概一個企業主 這是我的經驗談 這些以後就是你們在跟老闆思考一些問題 都是拉拉扎扎的濃縮會種 其實一個老闆企業策略 董事會 或者是不管你看 都是永遠是這幾個問題在繞來繞去而已 高階經營階層永遠都是繞來繞去 因為現場的問題都是已經給中階主管下去處理 第一個 我公司的經營現況 比如說今天公司面臨經營現況 我絕對會有分外部的經營環境 跟內部的經營環境 我們先來談一個內部的經營能力的展現 就是我們所講麥克波的什麼 Variotrain 的一個概念 Variotrain 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 其實說出來就是什麼 研發製造什麼等等 你如果去創造價值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 公司內部都可以透過人才的培育 或者教育訓練training 去把控制定住它的風險 例如說今天我的產能設備什麼等等 我今天讓我的良率製造去增加 讓我的不良率降低 那個都可以透過工程師 這些Variotrain 你都可以做 你最難處理的是什麼 是一個Global的一個環境 為什麼 我都沒有打錯 為什麼講Glocal 現在的環境是一個國際化又區域性的市場 你們要記得 國際化又區域市場 就是新的一個叫Glocal的一個概念 會整個進來 就是說你今天在討論到 我今天在談到全球化的問題 全球配銷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不要小看 其實你們都已經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了 甚至我很直接跟你們請教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們怎麼跟中國大陸競爭 中國所謂崛起 你們認為中國是完全崛起嗎 你覺得中國是完全崛起 對 你到那邊去 現在中國有幾億人 我倒是懶得聽了 不是懶得記了 幾億 14億了 14億了 那麼可怕 你就想每一個人吐一口水 一口水 吐在我們的高雄市那個游泳池 那個國際游泳池 中正路 14億的口水 應該會不會滿 會滿 我們那是國際標準池 在中正路有一個國際標準游泳池 中國的內需市場已經大到他可以 擁有去支持他自己 不管生產的產品的好壞 他可以購他自己去生產 所以你們今天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中山 氣管系的學生出來 你以後 我們現在在學校以後你出來 你到底你以後你的競爭對手是誰 跟你在職場上 是台大嗎 還是中國大陸 如果講瑞典斯德哥爾摩 搭學生是太遠了一點 那個是比較遠 我可以告訴你們 你們未來主要的競爭 競爭的跟你們平起平坐 是在哪裡 是在中國大陸對岸的學生 因為跟你們同文同種 那好 在Global當中 又一個Local的一個情形 你們憑什麼 要跟中國的一個競爭 我不想我們學弟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尤其現在兩岸 兩岸交流是撇掉政治立場是越來越不可免 你覺得你們競爭的 你們跟你們平起平坐 你們要care 競爭點是誰 我跟你們說 依學姐的分享經驗 我自己去過中國大陸 包括我自己在做企業實務診斷 我跟你們說 我們臺灣學生還是有強項 你們在中山的氣管系的學生 我們應該設定的主要平起平坐 在中國只有前幾所大學是重點 北大 新華 交大 復旦 其他的 你們也不是叫你們不要看 你們暫時先不用擔心 你們要就是往top 因為中國大陸實在太過地大了 人太多了 但是呢 臺灣的學生是強項我們的創新能力 但是有些時候 你們不夠他們的扎實 他們那個 人才高階的時候很拚的時候 確實真的很認真 但是 因為我自己做企業診斷實務 我們有時候會被一些企業表象 或者是一些媒體報導給誤導說 好像中國完全崛起 中國完全會成為一個世界強國 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現在GDP 的成長 快速成長 是因為他們內需市場足夠供應 不代表他們的管理能力 完全是贏過臺灣 就一個平均角度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所以臺灣未來一定是要走基因主義 也就是說 你只能夠走兩條選項 你不是走極強 不然就是被太弱 為什麼 因為你太弱 他們的市場大就可以吃掉你 不然你就走很強 你就跟他們平起平坐 因為你跟他們平起平坐 你甚至可以跳躍他們 為什麼 臺灣是有一個強項是 我們的經濟的開放發展比較早 我們那個經驗夠 因為我自己常在做那個 我自己常在做企業診斷 常跑大陸的現場 我知道 你們不要看大陸有時候表面上 看起來都OK 可是 他其實你深入他的細節 還是不行 這個是我們臺灣目前 我們能夠贏的地方 我想學弟妹 你們要去做 就是做這一段 你們在面對Global當中 Local的部分 Local的市場的特性 你們要去了解 為什麼我去中國大陸 我 其實我 你知道我去中國大陸 我都直接去哪裡嗎 我跟你們分享 我去中國大陸表面上 我們有時候去住那個飯店比較高級的這樣 我其實經常利用有空的時間 我都是跑到人家的 怎麼講 小巷道 甚至我會跟著晚上去跟人家去吃路邊攤 為什麼 我在看他們算他們的價格 我就開始在算說到底他們這邊的生活 因為那個的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中國大陸的平均的生活 你這時候看去抓到你的商機 或者你的機會點在哪裡 他們其實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句話 他們的工廠管理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強項 有啦 除了保鋼那種大型企業 我不敢講以外 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 其實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多管理能量 必須在被開發的 以後我不敢講 至少這十年內 臺灣還是有它的強項 所以你們不要被報導所誤導 這個我很大膽的告訴你們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被成功 我們過去的成功的能量給綁架 而是說 我們今天要重新去思考說 我們自己本身我的能量在哪裡 我想這是我要跟學弟妹講 剛剛怎麼會講到這個 對啊 這是我一直要跟學弟妹所說的 不要一直被一些表象給做 我再甚至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世界最大的那個 那個飾品批發市場在中國大陸 浙江一屋你們知道嗎 我去過嘛 因為我也去過 對 同學應該有去過是不是 那我去年四月去了 我去了浙江一屋 確實一屋大 真的很大 我可以告訴你一屋你逛了 你去那裡 你住兩個月都逛不完 真的很大 非常大 可是我就 我那時候坐他們的動車 相當於類似我們的高鐵 我看了一個動作 我就知道說中國離那個 離進步還有一段距離 整體性來講 它是靠人口市場在撐 為什麼 我親眼見到我傻眼了 你看到 上海是一個很漂亮 很繁華的地方 當你一離開上海市區的時候 很抱歉 開始 旁邊的還有對待健身 我在一屋那個動車現場下來 說類似我們高鐵 那麼外表當中 我開始有點皺眉 因為我一看到那個部分 一看就知道有點類似開始整咖 那也都沒關係 我親眼見到一個人 竟然在大門口前面做什麼事情 男生喔 竟然給我大便 我看了那一幕 我心裡在 還有外面就很多那個 所謂搭滴的那個摩托車 三塊錢有沒有 男孩子比較敢搭 我們女的是不敢搭的 我那時候我看了這一幕 我心裡在想說 我們台灣還有機會 我很直接告訴你 當然我也去看了一屋的東西 一屋的設計 其實跟韓國的東大門 還是不行的 你們有沒有去過東大門 有嗎 你應該有做過視頻是不是 瞭解 看那個樣子應該 因為我曾經去做過美妝百貨產業 所以有跟著去看這樣子 那這種情形當中 為什麼 那個軟實力 設計還是有差 你去看一屋的東西是很粗糙的 我不能說他沒有 也許他那種是要 他本身還在花一個時間點 再去趕上 也就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這個軟實力當中 我們是要去強化我們的軟實力 我就知道說 這個情形 你們不要有時候被表面上樹大便是美 有時候不見得是美 我們要怎麼去走出 我們小而美的部分 所以當你面對這種外部經營環境當中 我們現在台灣人面對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自己可能有點亂掉了 亂掉當中 我們到底未來我們的定位是在哪裡 面對Global 市場 我的定位點在哪裡 我想這個部分 一個企業界所要面對的 一個問題 像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好了 現在台灣的Gamma Dam 你覺得為了台灣Gamma Dam 可以再繼續嗎 你們覺得為了台灣Gamma Dam 還會再成立嗎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倒是很想去發展另外一個Gamma Dam 模式 因為以前的Gamma Dam模式是帶有社會聚集 一個社區的功能 如果有一個Gamma Dam模式是可以用那個功能 這個Business 可是這個要當時的整體環境來做 中國大陸應該可以有這個商機可以發展 台灣現在應該是沒有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有點走到另外一端的發展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一個企業他所面對的 現在像現在小型一些微型的Gamma Dam 在台灣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 他其實說沒關係 他們都是夠打工行李的 只是你說要賺錢那不可能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如果尤其一個企業 一個企業他面對是價格的部分 那你面對這個問題 外部的經營環境 你變動 讓你現在不能做 那怎麼辦 那這種情形就是公司經營現況常在變的 那好 在老闆面對經營上 你說外部環境不斷在變以外 你找出一個定位 OK 你開始要進行事業層級策略擬定 到底你要走成本領導 還是差異化 講到這個 就讓我想到 我記得我當初出來創業的時候 就是我的事業策略的擬定 我當初就是曾經去思考想過 我跟大型的事務所 我不能拚 因為外部經營環境 大家都認大品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內部能力 講實在 那時候 現在不敢講 那時候 誰理你宏觀 好的人才不會來 所以我內部能力要講Variant券算的 我自己弄Variant券好了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 我到底我要怎麼去打進來這個市場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到底要走成本領導 還是走差異化 所以成本領導做穿了一點就是什麼 你要去跟他談價格 壓價格的問題嘛 那好 我今天差異化是憑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記得在做事業策略的成績擬領導 我想了很久以後 後來才想 啊 OK 我這是用什麼 用成本 我用管理會計的角度下來 就像剛剛跟學弟妹講 我用管理角度下來切 切入這個市場 代表什麼意思 我以差異化為主要 我提供是一個管理會計 我表面上提供這個產品是財稅記帳的部分 可是我差異化是差異化在哪裡 我差異化是一般的記帳事務所沒有所忽略 因為你們不會去提供Value Chain的 企業的諮詢 這個是大型事務 他們還要另外花錢 那你們呢 對外部經營環境 那時候我最認真做什麼 我2000年 其實我2000年就 我宏觀就在發電子報了 我那時候真的很勤勞 非常勤勞 我只要有最新的經濟部 現在你們看到收到很多訊息都快被爆炸 我那個 那個西元2000年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很勤勞 從經濟部的網站下載最新的財稅的法令的資料 公司登記 甚至一些類似商周的那個電子報簡單的 就傳給客戶 他們覺得 你這個不同一般的事務所 會計服務事務所的形式 那時候我就開始用這種 可是我收的價格是什麼 我收的價格 我知道我不能夠跟大型事務所拼 那個時候 我開始進行成本領導說 我比他們價格高一點 我比他們的價格高 可是我又是大型事務所的什麼 大型事務所的六折七折 那時候我是這樣整個站立我的市場 那我也不會去跟 大型的快捷事務所去做什麼 去做衝突 再來呢 我也可以去做什麼 我也可以去跟小型的事務所價格去甩開 那這個就是什麼 事業成績擬定 其實我舉這麼一個例子當中的時候 就告訴你 每個企業一定有他的事業成績策略 你要去找出你的利基市場在哪裡 你的機會點在哪裡 就要像你們以後你們的定位 你們自我 人才 市場 定位在哪裡 那個時候 你的事業成績策略擬定就是要做 當你繼續你的策略擬定了以後 你才能夠繼續下一座去談說 我要找誰策略合作的方式 及對象 例如說你的合作方式 你要走垂直整合呢 還是水平還是多角化 策略聯盟 其實當你在談那麼多的過程 無論你要走垂直整合 或者水平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開始有個問題 你這個錢是從哪邊來 你到底有什麼資源 人家憑什麼要跟你合作 我舉個例子 像我現在 現在宏觀 我記得宏觀以前蠻可憐 那時候我剛創業的時候 誰理你啊 那時候看到大型的事務所 我真的是彎腰哈公的啦 離開了以後 可是呢 現在呢 為什麼現在 我的案子有時候我Pass給他們 為什麼 因為 因為當你本身你的Variage 已經創造出來的時候 客人 市場一定會 市場是一個拉扯一個進合的關係 所以呢 當你在面對選擇你的策略合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了解你的實力在哪裡 你要去評估 那你去評估 你就開始去計算你的價值在哪裡 這個時候 就是一個企業的談 相同的你今天要談說你是在做 這樣最早期的那個誰 你知道HP 他們架構網是怎麼寫的嗎 HP HP 的架構網是在於他們是走什麼 策略聯盟 為什麼走策略 他早期是透過教育訓練 對供應商的教育訓練起來 可是他們對供應商的教育訓練的話 他們怎麼做 他們其實都有計算成本的 也就是說 你供應商來我這邊教育訓練的時候 我會給你提供多少折扣 獎勵金等等 是透過這個情形 那這種情形去架構你的網站 其實一個企業一天到晚 就在處理這個問題 只是你隨著你的企業體擴大之後 不斷就是繞這個問題去循環 所以呢 當我們在面對這個問題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思考說 企業界怎麼去思考問題 還有他的解決 你就必須要確認企業現有的問題 而且你要解釋企業現況 跟公司的策略 財務及相關的法務稅務成本等 進行考量 也就是說這種情形當中 高階經營者他所面對 他這些問題當中 你有一些對應的解決方案 企管系對於商法的東西很弱 我跟你們建議 你們一定要懂 你們不懂稅法沒關係 只要懂得基本 你們公司法一定要懂 高階人員一定要 公司法跟證交法麻煩你們一定要懂 因為這個是牽扯到老闆們 股東們之間的股權計算 還有董事會的運作 你可以不懂稅法 稅法是丟給會計師或者會計部門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不曉得氣管系 對於公司法有沒有很特別去注意 因為公司法 公司法戳穿的就是談 股東跟董事會的權利義務關係 他不是談員工 員工只有在談到什麼 高階經營分紅入股的概念 只有那個時候才談到 那這個情形的話 公司法一定要懂 上市櫃就要繼續懂的證交法 證交法 商塊法你們不一定懂都還沒關係 那商塊法也不是你們要去了解的 所以當你要面對這個情形 你如果又有法務甚至稅務的成本當中的時候 OK Anyway 你的impact factor就會高了 因為老闆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一個對應解決因應之道 也就是說 當你面對問題去解決的時候 你怎麼去進行你的rich picture 的一些檢視 所以也就是說在這種情形當中 你才能夠進行 當你把這問題解決知道以後 你才能夠去進行預算的考量 像我們開始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們廣快現在學到資本支出預算了沒有 購置機器 他們還沒有 信金流量 隨意兩坪 隨意兩坪 老師請問一下他們現在是上到哪裡 預算 決策 上到預 要開始進入決策 那你們要上重頭戲的 決策 無論在考會計師 或者高階經營的管理 那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老闆 其實管理會計 重點有三大項 第一個 book keeping 紀錄事實 record 第二個呢 做什麼事情 attention directing 就是什麼 導引注意 你要讓老闆說 為什麼我記得這500塊的賬 我這500塊代表意義是什麼 你要去做attention directing 開始注意讓他注意 OK好 Anyway 第三個事情 你注意以後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去做proverance solving 就是你要去做什麼 問題什麼 去解決 管快就是這三大項的重點 這是依據Hongren 這是第一章 我們我都有一直背得很清楚 因為我覺得後來真的很深的體會 你把這三項用在企業界就沒有錯了 這三項為什麼 舉一個例子 今天你為什麼我今天我要買一台機器 你今天買一台機器的話 我跟你請教 我買一台機器的話 你要怎麼買 你是特助 我跟你講我是董事長 我現在買一台3000萬的機器 你要做什麼報表給我 欸 你們氣管器就是要一天到 你就要反問我問題啊 幫老闆想到 你覺得3000萬 你會開始影響到什麼事情 對啊 你覺得3000萬會想到什麼事情 老闆就花3000萬買開支票買 是不是 蛤 去買什麼 都可以好 我需要評估買這台機器 為什麼要評估 為什麼要評估 沒有錯啊 你需要評估嘛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評估 謝謝 老師謝謝你 你為什麼要評估 代表是不是我公司 我有訂單 有產能的部分 所以這邊當中 我今天我要 我到底要買還是不買 我是否需要的時候 我是不是因為我本身有capacity的問題 我公司有產能的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會 買這個代表是我的效率可能 我的效率可能沒辦法去達到 蛤 網上 網上 這個那個碳碼 嗯 沒有電 我再看 有了有了 是不是代表我的產能 我的產能的部分 我的產能它本身 沒關係 我今天代表我產能是不夠嘛 那我今天 我要買或者不買 代表什麼意思 我公司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有談到什麼理論產能 什麼等等 有沒有 你們應該應該有練到這一端嘛 對不對 你一個機器當中理論產能 OK好 Anyway 會整個性來的時候 老闆說我今天要丟買一台機器 你身為一個 我只要去做出一個 資本支出的概念 你身為一個 公司的老闆的一個 幕僚 你開始要聯想 第一個 這個錢從哪裡來 到底公司的現金夠不夠 不過是要銀行貸款 好 如果夠 如果不夠 或者我不要銀行貸款 我要找股東 我要怎麼去進行做 到底我要找股東專案合資呢 還是要去做銀行貸款 好 那做這個貸款錢的來源當中 會開始繼續了 你就開始要跟老闆算一個問題 我今天我如果從股東的時候 股東會跟你要求看什麼 我一定會看我的投資報酬率啊 你可以分給我多少 投資報酬率影響到我的什麼 鼓勵啊 對不對 我分到的錢嘛 要不然我憑什麼要投資 所以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要決策報表 決策參考報表 那也就是說 在這種情形當中 你就要開始講 我今天我購買這台機器的時候 我今天買3000萬 我3000萬的過程當中 我今天買這3000萬的過程當中 我的投資的時候 我可能要算 我公司裡面有多少 閒置的機器 因為他一定會問你嘛 我憑什麼要花這3000萬 我3000萬可以拿去定存 不是更好嗎 那我就要算 我的是有閒置機器 可能會產生會有閒置 原來的機器 產能不夠 OK好就是增加 如果產能夠的話 我今天這台閒置機器 我就有儲分的問題 那儲分的問題就產生一個問題 你到底機器新買進來 一般來講 食物上新買進來就想 100萬的過程當中 可能實際賣 可能說不定賣不到20萬都有可能 還是你要去做另外的利用呢 又浪費了 這樣你們了解 你又開始到這些決策報表 一個一個都要算 那我今天處分20萬划算嗎 有必要去動到3000萬嗎 假設好了 那好 這種情形就是決策參考報表會出來 那你無論 股東或者來源是來自哪裡 銀行 你今天走銀行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銀行是在乎你什麼 本金加什麼 利息可不可以貪還嗎 那本金是還完 OK好沒 本金是要靠什麼來支撐 投資報酬率來支撐 所以投資報酬率來支撐當中的時候 你們各位想到什麼 假設我今天報酬率是3 對不對 我今天本金 我今天本金 本金加利息 我的利率 我先講我的利息 我的利息2% 中間代表差多少錢 差1%嘛 到底這一%我開始算 我1%值不值得投資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其實會計都要算這個 可是這1%難道是2%嗎 沒有 它這裡面當然會有一個稅盾 因為有節稅的功能會出來嘛 好 所以呢 你其實說穿了一點 也就是什麼 你今天在面對這3000萬的資本支出的概念當中的時候 你就繼續來算 我今天購買 無論我給股東或者銀行當中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算 對不起 利息還有什麼 節稅的一個功能 還有一個稅盾稅功能 還有一個什麼 租稅的減免 投資遞減 你這些都要算 我們廣塊課本是沒有去弄到租稅抵減 廣塊是沒有算 可是實務上有算到租稅抵減 甚至還有一個5%的營業稅的退還 OK 好 那這部分當然不管 無論股東或者 你這裡面都要什麼 參考決策的報表 你們這裡面無論算 要給股東的報酬率 你們就有欠到 你們要 未來要學了什麼 第一個 現金流量分析 cash flow 甚至要有一個折線 如果是多的部分 再來為什麼會有現金流量要做分析 因為機器在試車的過程不是一下達到滿載產能 他一定要經過去try的一個過程 那好 除了做現金流量分析還要去做什麼 你什麼時候是達到IRR 你們等下 你們應該未來會學到 內部報酬率 就是等於0的狀況下去測出來IRR最低的 你這個就代表什麼 Hurdle Rate 這是基本底線 那這種情形當中 甚至會繼續跑的時候 才繼續算說 OK好 Anyway 這個部分可不可行投資 那也就是說 後來的Bonus的計算 都是依據這個算出來的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這也是為什麼告訴你們說 當你們做這個部分就想到這個 而且這還沒講完 當你做這個機器代表什麼意思 你買出這3000萬機器 代表你就有的設備可能要淘汰 那你就有一個事業策略的層級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談的 你到底今天你要打的是打 成本領導或者是差異化領導的部分 甚至你有策略合作對象 你開始在想 你身為一個 一個高階經營者 透過廣塊進行消點的分析 進行消點的收斂的時候 我們先來繼續談那個時間 閒置機器 你們未來會學到閒置機器 處分機器很簡單 就是做什麼動作 你們可能做disposal 一定會做個disposal 一個value的計算 例如說這個機器賣30萬好了啦 你們大肆有賺到這裡 實務上不是這樣算 實務上你還去想 真的是這樣子嗎 沒有我這樣算一算我原本買的是300萬 虧了270 因為我要從高階產品移過來那怎麼辦 我這樣虧也不盡得大 那這個時候 管塊如果存會計的思維就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No 沒有 站在氣管的角度你要去思考想我的策略怎麼定 說不定這時候你想也許是我公司的產品 可以進行去做一些轉型的部分 我今天我買了新機器 代表我可以去做比較精密的加工等等產品 那我就走高階產品我就繼續用 那這部分我30萬賣掉 錢也很快 花掉了 我是不是乾脆把我的產值說不定還有210 或者不要說170好了 我乾脆這170做什麼事情 我乾脆做策略合作 我剛好有員工或者我給我的供應商我就外包 我甚至透過租刃的方式 或者我透過賣斷的方式 類似資本支出等等 你跟我做多好包多好量的時候 我給你提供一台機器 這種商業模式來做 這個就是管塊一天到晚在做的 像那個最明顯的代表 你們知道現在租刃車嗎 有聽過租刃車 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句話 以財管的角度 就是什麼叫租刃車 就是我們之前是買車子的話 我們買車子是不是有那個 就是用分期付款嘛 或者我買了一段時間以後 繳了車子再還給又有開新車 租刃的業務告訴你們怎麼樣 是不是公司可以抵稅 我告訴你們啦 以財管的角度你們被拐了 如果你們有管塊很強的概念 那個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賺到責救 所以為什麼你叫我買租刃車 我沒有興趣 我沒有興趣不是沒有營運的 OK 為什麼 租刃是一個很標準的 管理會計跟財務的設計 它是說我今天我買一台BMW 我兩百萬 我兩百萬當中 這是資本支出的決策喔 它的業務告訴你一句話說 你開了兩年 你先繳60萬好了 那你每個月再繳3萬塊 4萬塊過了幾年以後 這台車就是你的 那你裡面有什麼稅什麼等等 OK好 Anyway 那這種情形當中 兩年以後三年以後 這台車你就可以選擇 到底你要拉回去自由 自由的代表你是優先購買 這60萬它就不用退 如果你不要你要開一個新車可以 你可以開一個新車的部分 那做什麼事情 你這個部分呢就是繳回 他60萬退給你 他會把這台BMW 20萬去做 200萬去做什麼事情 他透過折舊 他可以再賣出80萬 車賺多少20萬 他去中國 他們自然有他們市場去處理 那你當然以來講的話 所以呢 就等於說 當然是各取所需啦 這有處理 又衍生一個中股車市場 這個其實租人車我平心靜氣講啦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財務設計 雖然那個 他們說可以節稅那個 那個我節稅 那個是被業務的用語給 好聽那個是沒有啦 我們來看是沒有 可是我今天要談的是指說 這個部分你要設計一個新的模式 你要談很多一個模式當中 甚至你要去推展車市場 像那個 現目前租人車最有名是那個誰 中租敵河沒有 中租敵河是做租人模式 對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和什麼 和泰 是不是 對 和泰 和泰 和泰租刃嘛 還是育融租刃 他們就真的靠租刃車賺什麼 他們賺什麼 他們賺 利息的錢又賺什麼錢 他們又賺利息的錢以外 他們又賺那個 利息是指那個分期付款的利息以外 他們又賺什麼 中虎車處理的錢 但是他們已經大到一個地步 所以很多人現在都想說用租刃車 來講 那當然為什麼我個人來講 坦白說我個人是不會去玩這個 我個人是比較沒有傾向租刃車 因為我喜歡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代表什麼意思 我分到最後 我的所有權在我這裡 租刃車你沒有所有權啊 那以後我 好好的保養這台車 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一直 我沒有責救 因為代表我負完了代表我責救已經攤掉了 我說以後我開的就是我賺的啊 我至少我每個月的不用再繳分期付款 對我來講 那租刃車是有一個好處 你永遠可以開新車啦 可是你每個月就類似有房貸的車貸的壓力 可能我喜歡我的人生過得單純 所以呢我就喜歡這種 不要我就了不起 我就把它賣掉就好啦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可是我所要講的 租刃這個模式是一個很漂亮的 財務管理跟管理會計結合出來的 商業模式的設計 所以呢 當你要做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剛會跟剛各位講說 你無論你要去做策略合作 無論你要做垂直整合水平整合 多角化策略聯盟 你要找誰的合作的過程當中 對我忘了跟你們講 何泰後來還跟誰合作 旅行社什麼等等租車 因為他們可以去跟一些旅行社 這是一個商業設計 所以呢 當你要進行一些公司進行當中 他老闆他要的就是量化 怎麼去估出他的市場 周邊衍生出來的收入 那這種情形當中就是管快 你們所要去討論的一塊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會開始進行討論說 你企業界 你在面對這個問題當中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想說 我今天我的企業的一個 一個檢視的現況 還有公司的策略 財務 法務 稅務的問題 進行成本共同考量 還有你這個問題怎麼去對應解決 那這種情形當中 可能就是各位要去想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在面對討論到企業的問題當中的時候 一般來講我們會知道 在一個企業界當中的時候 一定是自然人或者是法人股東的時候 他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當中 再來 這公司因為基於那個組織跟經營的一個關係 組織跟所有權跟經營分開的問題 所以會有一個經營管理 這時候高階經營管理 這是我們一般稱為董事會 那如果法律 你如果看到法律公司法的用語 叫代表機關就是董事會的意思 所以那個有法律的專業術語 你有沒有看到代表機關 就是指董事會的意思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當你投資者的錢進來公司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什麼 代理議題 因為我把錢拖給這公司的經營階層 所以這裡面會有個企業所有權跟經營權分開 法律所有權的表彰 這是公司法資本三原則 還有能力表彰的過程 公司經營權 那經營權的問題 當然就有公司自己的議題出來 所以以後你們氣管系其實說穿了一點 就是在忙什麼 公司治理議題 你們就是在忙公司治理議題 但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既然董事會受委託保管這些股東 給他托給他的現金或者財產 經營公司 所以他有組織效能的評估 那到底經營的好不好 我要必須有公正第三者 你錢有沒有好好的花 OK Anyway 這個就是誰 監察人針對財務報表經營查 或者委任會計查額 在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高階經營者他所面對的經營績效 評估的效率的時候 他法律上就附有 忠實上應有的 Duty to professional duty 他的一個經營的注意 應有的注意 還有忠實原則跟經營判斷原則 什麼叫忠實義務 如果今天我是戴勝義 我今天做台塑網評 請問我可不可以另外再開一家 跟我自己對打 不行了 那個就是忠實義務 你必須專精 除非那個叫敬業禁止 除非要解除 所以這種情形 的話 這個你們要去了解 那高階經營階層都有這個問題 再來公司企業價值鏈會進行管理 這些都是一個企業界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這面對問題當中為什麼 因為董事會所面對的挑戰 就是這幾個 第一個我今天我有卓越營運的問題 我有策略規劃的問題 那我這些問題當中還是需要錢 所以我要透過什麼 我要透過我的高品質財務報導 去進行去做什麼 去做籌資的動作 那這種情形當中說 我才能夠取到資金 我才能夠去進行 我們所講的資本支出 像例如說你買機器 購置償房什麼等等 這些資本支出最新的 我也才能夠開發創新的產品 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我也才能夠去償還債務能力 或者是給股東的一些相關的payback 那我要由誰來 優秀人才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董事會他所要面對的變數 其實很多 甚至突然間天外飛來一筆 會有個無欲其外的事件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其實一般企業界 他所面對重點 就是每天監督跟管理他的現金部位 移運資金還有財測 融資的安排等等 那融資的安排當中 我跟各位順便額外提一下 這個你們可能財管界也不會去上 可是這實務界你們要了解 一般在做企業融資的過程 你們在做高階經營當中的時候 你們就記得 在做貸款的過程 你們可能會直接會比較被接受到是 公司要查核上市櫃 你們 你們知道什麼是IPO嗎 不想要了解IPO的請舉手 沒關係 不了解IPO那是比較財管的 所以你們了解那我不解釋 IPO 你們知道什麼是IPO 知道嗎 有同學點頭了 OK IPO 你們知道了 那我就不解釋了 財務報表 OK 一般企業在融資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們要記得 企業有 我們在經濟部有一個針對企業 中型 微型企業 中小企業 還有什麼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它有一定的標準 什麼叫中小企業 100人以下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就叫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們一般剛開始畢業 除非你們是直接進去鴻海等等 你們如果直接進去鴻海 那種大型的 也不會去讓你們直接碰財務 那都是財務長要處理的事情 高階任在處理 不是你們要去處理 一個企業界 他跟銀行申請貸款 100人以下的 你們可能碰到70幾人 公司等等 他一定取得資金的話 都是來自跟銀行 沒有問題嘛 那銀行呢 貸款給這一家公司 今天我帶你一億好了啦 我帶你一億的話 它的風險怎麼cover 好我告訴你 會有一個叫做中小企業 信保基金 這個很重要 說穿了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就是銀行的保險公司的概念 它是政府的 你們要了解這個概念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部分會跟你們影響都很大 跟你們影響都很大 以後你們說不定 你們微型創業可能說不定我們這邊會有 學弟妹想做微型創業 你們到時候保證的就是由他們來給你保證 你們可能要帶個100萬200萬 就是中小企業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假設你今天帶一億當中的時候 你的信保手續費可能150萬 代表這150萬要交給誰 信保基金 你100萬當然 100萬正常它的行情 你繳保險費差不多繳1萬5 我如果沒記錯 1.5%到1%差不多繳1萬 代表什麼意思 這裡面當我貸款以後 你跟他買的保險 你錢其實不是進來 我是進來銀行的 OK好 Anyway 所以呢 信保基金是很重要 你們在做未來融資 要去了解的一個基本 因為很多連會計師 他們都不懂 尤其大型的會計師事務所 為什麼 因為他們接觸太大 他們沒有用到這一塊 可是各位 學弟妹 你們如果碰到 你們要碰到自己微型創業的概念 或者文創什麼等等 一定會動到 那信保基金會進行 針對你的貸款去進行保證 像這種一億都是大型的 他們都要開董事物 因為我跟信保基金算是還認識熟 所以大家也知道 你們就記得 這裡面當中有兩個重點要去留意的 他們有一個叫做直接保證 Direct financing 直接保證 跟一個叫間接保證 微型創業一般來講 都是做間接保證 100萬 銀行做可以 他們就保證過來 所以你們會碰不到 那什麼叫直接保證 就是你寫著你的營運計畫書 公司 可能你們都會碰到 你們要提供你們的BP Business Plan 說你要做什麼 你去請他發個保證函給你 你再去找銀行貸款 那通常會做這一端的直接保證的人 通常可能屬於類似公司 可能沒有賺錢 公司產品不是很成熟 帶開發的部分 那因為財報上攤開來很難看 銀行都不願意做嘛 對不對 因為你都貸款 你也不可能做假帳 那這種情形 可是又有潛在發展性 那好 乾脆你直接去拿你 他們類似創投的概念 可是只是借錢 你就拿著BP 去跟他申請說 我今天我想去做一個什麼 事業假設 我今天想拍個電影 我認為拍這個電影 我可以創造什麼等等 OK好 Anyway 你就申請寫直接保證 他們就來審你的案子 結果你的 可惜呢 我就帶給你保證 你就拿著那個保證函 去找銀行貸款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那這種情形當中 你們有個好處是直接 省掉銀行 跟你們在那邊看東看西 你直接去跟他溝通 那銀行拿著保證函 他們也不用跟他講 他們這時候評估看 你可不可以做 所以這個貪心會很大 像 最明顯代表的例子是誰 魏德勝 魏德勝還沒出名的時候 他的海角旗號就是透過直接 他其實有一陣子快撐不下去了 他就是透過直接保證 直接保證那時候幫他保了 讓他合了1600萬 真的還差那麼一里路 還差那麼一里路 直接保證 那時候拿了保證函出來 再去跟銀行來借錢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雖然借的很辛苦 因為他們覺得拍電影 可能一下就沒有 可是那時候 信保基金覺得直覺說 魏德勝的案子可以做 所以那時候類似文創的概念 他們就幫他去找 那像我有一個客戶 我有一個客戶 他本身在發展電動的部分 他也是去做直接保證 因為什麼 你做間接保證絕對不成 間接保證直接銀行來決定 銀行一般來講 因為有簽責到承辦人員 他有審核 他有本身 他自己犯完的問題 他不可能為你一個虧損的公司 去背書嘛 否則他會說你圖利嘛 對不對 那這種情形當中 你只要直接保證 他會覺得 你這家公司有潛力 那你告訴我 你未來你的現金流量 什麼等等 你們寫那個BP 都是很重要的 什麼 很重要就像管理 你要把很多管理快階 你要告訴他 我今天我的IR是多少 我今天我要購買這台機器設備 或者是說我今天 我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我的現金流量會怎麼跑 等等 如果你帶我這筆錢 我要怎麼去做資本運用 什麼時候現金流會收到錢等等 這些當中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用做電動的部分 也是申請 透過直接保證才去給銀行拿 不然的話 整個財報上 因為營運模式還沒起來 根本是不能看 那也根本不能做貸款 所以這個東西你們基本要懂 因為 為什麼要特別給你 我發現很多會計師都不懂這一端 我可以告訴你 很多大型的會計事務所 會計師 他們這次 請業安排的啦 請業安排 請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那個speaker是我介紹的 他們來找 我就帶他們去找 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一塊 他們因為以前做太大了 我先要舉例說 你們有些東西不是碰到巨型企業的時候 也有同學出去 也有不可能一下碰到大型界 你們一定要去了解這個實務界 怎麼去跑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不懂 所以這一端當中 會告訴你們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了解一個企業界 你怎麼去善用資源那一塊 那 有機會我再跟你們講 股東的談要怎麼去談 那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到是說 我們今天在討論到企業所面對問題 對應的問題 要怎麼去解決知道的時候 我這快速跟你們掃過去以後 我們等下再休息一下 那我們這先快速看 等下再一個解釋 今天企業界所面臨的問題 你今天所要考慮到是說 我今天我繼續要進行 我的financial rich picture 我要怎麼去創造 我的企業的財富的問題 還有我的 如何結合我的corporate strategy 的一個部分當中 你就開始進行去思考 我今天公司是不是要公開發行 上市櫃IPO 的部分 如果我今天 No 我不要 我不要非公開發行 我要繼續怎麼做 我今天預計公開發行後會怎麼做 也就是說 我今天不管我要公開發行 或者非公開發行 這一些全部都可以做 但是我如果在非公開發行 我可能比較適合做這一端 如果有一個企業 除非他很大 資產淨值大到20億 否則他跟你說他要合併分割 合併那個東西你沒那麼聽 那個做出來縱效會不大 縱效會不大 根據我們的經驗值 如果你今天是非公開發行 你所面對要優先處理的問題 就是公司財務的問題 我們談了很多內部創業 企業界組織管理談出 要給員工內部創業 你要怎麼內部創業 廣塊會告訴我們說 你今天怎麼去進行盤點 授權金 績效 交叉持股 這個都是廣塊要算的 不是你 企業界不是你出一張嘴巴 跟他講概念 而是你必須要做的 所以當你面對財務當中 你面對這些財務的問題 有控股公司 現有股東 Tex Treaty 員工分頭入股 財報管理 還有內部創業當中 通常就有兩個問題要去考慮 你如何讓員工是透過併購 還是去合資 甚至讓他進來我的公司 這裡面是完全不一樣的考量 在企業的策略 因為他有見到 董事會經營權的股權的變動 再來甚至我們現有的部分 會有一些租稅的合併規劃 就是比較國際的部分 那我今天進行公開發行人以後 我代表我公司可能有一定取得資本市場 容易的時候 我就可能是不是有的部分 有的事業部門是要進行分割 或者合併 合資等等 那這種情形 當你要進行的 你必須要依據你現有的事業層次策略 還有公司進行策略共同檢視 你如果是基於績效的話 你要談到用美股進職的部分來去進行 那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等一下會再繼續跟各位講 這是大概一個企業的解決之道 我們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 有沒有問題沒有好 OK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就已經10分鐘了 4點半可以嗎 4點半一強 可以喔 OK OK 因為我們現在好繼續好 快起床了 我這樣下午的時間會比較想睡覺 那很正常 OK 這個部分當中我們剛剛談到那一塊 很快速跟各位掃過去 Scan 過去 那這個情形當中要跟各位講說 我們開始來去做一個解釋 我先直接還是跟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是IPO 所以IPO 是指一個企業 因為我們知道企業一個資金的發展 它是必須要來自股東 還有來自哪裡 在全人嘛 對不對 那股東會來自私有的股東 如果你今天 一般企業的財報 不會給一般人看嘛 都是給股東們看 好 OK Anyway 你今天如果說 你要把你的財報給公開看 代表你要給社會投資大眾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IPO 要做的事情 那IPO 要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公司法已經不只授期規範 已經跳更高的位階 就是證交法 告訴你們說 如果以後你待的公司 是公開發行公司 你就要去懂的證交法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種情形當中的時候 當你公司沒有打算進行資本市場的籌資的時候 OK Anyway 你可能 你要去考慮的重點是在哪裡 就是我今天我公司有一個員工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今天我的員工的問題當中 我是不是可不可能 我可不可能要進行去做什麼事情 要做一個流財的動作 你們流財怎麼 你們認為一般企業流財怎麼流財 給獎金 多弄幾個健身房 是不是啊 要不要怎麼樣 蛤 發股票 對 到最後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在這裡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也就是說 今天我要進行流財的動作 到最後發股票 可是你發股票 如果比較會吵鬧的員工 或者是怎麼樣共同性的時候 要進入管理階層 那你 有的公司會怎麼辦 有的公司其實實務上來講還會在切 他是不是設立一個單獨的公司 給股票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那在一個時間點 再來賣 那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今天我們在進行公司當中的時候 今天我有一些 因為我們的股本 很多食物上來講的話 很多食物上來講會有一些股本 那股本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跟你們大家講這個食物的經驗 因為 財管課本不會跟你們講這些 這些都是要食物下來磨的 一定股本有一些什麼 cash 還有什麼 食物嘛 例如說 給機器嘛 給土地嘛 來做抵股本 也可以啦 現在公司法可以啦 除了財管課本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叫做很重要的一個叫技術股 技術股 是未來 未來你們包括你們自己可以為自己爭取的就是在這裡 你有什麼專長公司會給你一個技術股 那好有的公司当中他可能今天 我今天我待在A公司 如果今天我今天要决定是说 我今天我继续进行要评估你进来这个公司 这时候很抱歉 你就是要依据管理会计的角度来算 我今天假设好你不是用这个入股好了 你要给员工能够进来公司的时候 你今天进来我们知道公司是用股数来做什么 投票嘛对不对 所以呢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有的公司会怕说 有的人又因为这些员工 因为你一开放下来那时候 可是又怕这些影响到 会不会因为股数的增加 可不可能会影响到什么 我经营阶层的决策的问题 所以呢有的公司会另外额外的开一家公司 他会开个B公司 做什么事情 他做这个部分当中 他预备就是做给员工的 员工分同入股 代表什么意思 我今天我投资当中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公众 一般性的员工 bonus 给予的部分 那你这份也许进来这里好了 一般实务上来讲 会开另外一个独立公司让你进来 那你进来可能公司这50% 你也50% 其实 但是站在公司投资这里来讲 可能他到最后被稀释变成 5%或者10% 总比你直接进来 他们有这些经营的考量 这是第一个 OK 这你们了解了吗 那再还有一个什么情形会做呢 如果觉得你可以为了拉 让你进来董事会 也可以 应该说这么讲 你起码进来逼公司 你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 会不会有直接马上影响 不会嘛 因为这边有股权的收购的问题 所以你们要去思考想说 如果今天假设老板他要你设计 去设计说 OK好 Anyway 我今天我要继续去做 那个员工分同入股的 内部创业的时候 你到底是要高阶入股 直接进入母公司 进入母公司代表什么意思 董事会所有摊开的 他可以 他基于股东 他可以去经营什么事情 他可以去进行经营决策的质疑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一年一度的股东会 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公司其实会有这样设计 OK Anyway 那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谈的技术股 那你们如果在以后 规划技术股当中 尤其这是高科技当中 这么讲他们是怎么做 他们用这种座驾 我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有时候不见的是这个部分 他可能今天我给了员工 你有一个例如说 你有一个黏膜的技术 什么等等 我给你300万 那300万 因为你有克税的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就逐年分给你50 50 因为毕竟有所得税40%的问题 所得税40%的问题 那这种情形当中 我就一年给你50 50逐步的去接受 你总比一次300万就马上跳到哪里 所得税40%的急剧要缴税 跟一年给50万或者100万 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好 当你进行了以后 A进来是不是代表面值会整个进来 股权禁止会整个进来 可是呢 透过技术的发展当中的时候 因为你透过你努力当中 你透过什么 你的技术 你后来你再继续给予品牌授权金的收入 你可能会创造公司的收入 那你可能300万股权禁止 这样一直累积 因为你让你的技转 能够更加的成熟 OK好 帮公司赚钱 母公司也赚到钱 你也赚到钱 你拉到你的股价 可能这个时候你变成 这一家公司 因为不断去赚钱当中的时候 你这时候变成股权禁止是1000万 那你就1000万卖掉 也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当初只要有300万的价格 你拥有300万的股本的价格 可是呢 到最后你是用1000万的价格卖出去 你中间赚多少钱 700 我告诉你 这就是很多高科技员工流彩的方式 但还有个分红费用化 还有很多等等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就是说 当你们今天在做管快当中的时候 会去算 那好算这些绩效怎么算 我凭什么要给你300万 我凭什么要给你300万 在300万当中的时候 各位就会看到了 管快要告诉你你的绩效怎么跑 当然交叉持股就是我刚刚谈的这一块 品牌的 你要什么去算绩效 这个时候就看你位在哪个位置上 假设好了 你今天你是一个公司的特助好了 你是一个特助 请你去评估某个人的绩效 我继续为什么要给他300万的时候 他可能负责一个厂房 你就去算他厂房的什么 有没有剩余产能 他有没有达到预算等等 这些都是所有的重点KPI 让他只要达到以后 OK这个奖金就进来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所以呢 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很多企业他们在谈到 未留财当中的时候 他们会进行 开始可能会进行并购 或者合资 这是标准的合资 也有可能这个技术呢 合资就是公司给你各出五份 只是给你这个300万 可能是公司另外给你的 这样你们了解吗 公司再出另外的现金 那也有可能是并购 因为当你间公司大到一定的时候 公司直接买你的股份 这是一个财务设计的方式 也就是说 当你在进行这一块当中 你这一端透过管理会计 你把你的Value Chain的价值 每个算出来的时候 有那个价值到时候 透过不断交易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这个部分作价 价格就 就会出来了 你就1000万公司把你买进来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那当然以公司来讲额外提 这个1000万卖出来的话 原本你的价值是1000万 你这边是300万嘛 对不对 假设你这边估出来市价是1000万 那公司跟你估 跟你开 一千零五十万 一千一百万好了 这 差一百万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代表我们叫商誉 这一千零五十万 无形资产就这样算出来的 我们这个还要再做一次见价 实务上来讲 那是属于高块的概念 高块 所以呢跟你们讲这个就并购 把它买进来公司消灭掉 那这个就并购 那就是依障上现有的技术能力 以及核心能耐盘点 那考量重点就是大概这几项 所以呢企业当中他可能要去做 这一块当中 再来呢高阶入股 高阶入股是已经进入公司董事会了 直接让你进来 像那个最明显的代表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个科技大佬 最明显那个白熟齐加谁 蛤 林百里啊 他们以前都穷小子 他们是靠员工分红 一直不断去赚钱起来的 他们不理那个现金 他们一直把公司价值做大 他们股价涨 股价涨那也代表他们什么 身价就好 也就代表他们把现金留在公司 自己拿股票 这是很标准的 台湾是真的早期是靠这些账品 还包括曹新城也是啊 你公司股价越高 价值做越好 股价越高的话 你代表你的财富会越多 郭台铭也是这样子 当然郭台铭也有出一些钱 那高阶专业经营 很多都是靠这个部分来做 所以呢当你公司经营 财务规划当中 内部创业一定要搭配什么 员工内部创业的概念来做 再来呢 你的财报的管理 在财报的管理当中 财报的管理当中 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到是说 有关财报的管理的时候 你要符合现在国际会计准的IFARS规定 那我可以跟你们各位提 如果你们不是纯会计系的 你们大概懂他的会计科目就好 懂他的基本精神 你们可能有另外一堂课 要好好修就是修什么 财报分析就可以 你们不一定要懂得作帐 那因为你财报管理的部分当中 那作帐是属于会计系 要去做我们所讲的 variation 评价的问题 那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你们至少要去分析 你们才能去做经营分析报表 像那个我认识很多那个企业界 企业界的那个大型的公司 你知道大型的公司有管理会计师吗 你们不知道 像华泰电子大型的公司 电子公司他们有管理会计师 有内部的管理会计师 他们一天当就是在做成本分析 就是在做良率的计算 做contribution 的计算 每天都在算 他们一天当就算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做 很多都是由这边在申请 如果他能够去做经营分析的话 那如果做不出经营分析 纯粹做不出经营分析 纯粹就是做那个什么 contribution 你不能写出好好把气管系的经税 去看出这问题写出来 那我可以告诉你 可能你这管理会计也学不通 管理会计就是 你一定要去学好哪里 学好五管的基本的概念 看穿事实以后 再把用数字化 用管理会计的概念 那个流程 思绪去做 那这种情形当中 我们会继续来做公司租税规划 你可以进行租税规划 是否考虑 营运总部或者控股公司 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租税规划 公司的租税 怎么说 营运总部 其实台湾你如果把营运总部 有一个租税规划 我们企业 企业界当中 我现在想看有一个例子好了 我有个客户 目前台湾为了 归于返乡 最明显代表那个营运总部 哪一家哪一家有代表 顶心 有没有 营运总部 因为为什么 还有呢 很多希望能够台商回台的概念 那台商回台的概念当中 物流事业 因为政府为了推动 有一个物流营运总部的规划 如果我们有同学你以后进入物流公司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些物流的营运总部 他有一些租税抵减 那抵减当中的时候 代表你赚的利润可以就留在公司 其实我们中国 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 其实台湾有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contribution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的太多的钱 真的是流过去他们那里了 台湾真的是流过去他们那里 所以呢 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他们让他们整个企业起来 加上当初他们的 他们真的很厉害啊 他们企业有一个租税叫三免两减 你们可能没听过 因为我待过我知道 就是你赚的钱 你可以不用缴税 你三年免税 那三年免税 再来你再缴一半 那你几乎在那种情形当中 几乎把赚的钱 怎么讲 就可以不用缴税 那利润整个会几乱 会几乱 问题他厉害是什么 他又进行外汇管制 你钱也汇不出来 所以你在赚的钱做什么事情 再投资又再继续 中国经济是这样 其实中国经济真的是要感谢台湾 真的中国经济 我就是啊 他们是真的要感谢台湾的钱 我们台湾的钱 有没有 经济就是会那么惨啊 现在在提振的很辛苦 现在出来 就是因为钱太多都流过去了 回不来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但他们现在未来一定会有外汇的问题 他们现在是慢慢在开放 所以这种情形当中 我觉得我们好好赚他们大陆观光课的钱 也不过分 我们赚他们观光课的钱 我个人觉得也不过分 因为他们现在起来了 那当然你们 我希望我们的学弟妹也要争气一点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崛起 中国的崛起 我反而自己在那边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说 到底未来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以后跟他们直接正面交锋的是你们 不是我们 我们顶多还有工作20年 我们就退休了 是你们 是你们 你们是跟他们第一线 第一线 因为你们未来就是中间的 像我们这时候主要的 所以你们要去想 那当然信用股东 还有控股公司的概念 那我可能会跟你们 各位谈到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 你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有一个叫做要记得 有一个叫做OC OC 是什么缩写 境外公司的缩写 也就是 Offshore Company 你们常常听到 开曼 还有呢 BVI 你们未来会听到 境外公司 还有什么 美商德拉瓦 HK 境外公司等等 这个 只要非本岛地区的 那个就是境外公司 那这境外公司 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境外公司是 对于公司 一般传统的是做什么 公司的 结税 可是现在结税 因为美国的非咖条款 现在已经全世界在抓了 为什么呢 很多公司会透过这样子 它是转播计价的概念 今天我一个A公司 B公司 A公司当中的时候 A跟B 他买货 他卖给他 他卖给他好了 OK 他今天卖给他 80块 对不起 对不起 他自己的成本 80块 那B公司 他跟B公司接单 他卖给他多少 100块 中间赚多少钱 80多少 20块嘛 对不对 所以他Profit是20块 可是呢 这一块当中 他假设要缴税 缴10% 所以他要缴几块 2块嘛 没有问题 如果今天我开一个境外公司 我今天我这100块卖 我干脆100块卖给他 但是呢 我透过这个接单 我卖哪里 我今天我要控制 我不要让我的20嘛 对不对 我可能卖他95块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我不要卖他95块 我因为成本80 我可能卖他多少 我可能卖他82块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我这成本是不是进来就82块了 100减82多少钱 18嘛 对不对 因为一般来讲 境外公司是属于采取属人 属地主义 对不起 属地主义代表你不是非在这个境 所以呢 你这18块 Profit要不要缴税 不用 所以你的 你的税务成本是多少 0 0 可是呢 透过这一端当中的时候 我中间 我 82减掉80 我只要2块钱 2块钱 10%的利润 10%的税 我要讲多少 多少税金 0.2 0.2跟2块钱 来回之间差多少 1.8 这个是早期 official company 在做的 他会把利润留在境外公司 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现在 这个类似我们转播计价的概念 转播计价的概念 那这个情形当中的时候 现在开始 当然全世界各地 开始在抓这个问题 所以未来 可能学弟妹 你们要去了解 你们要学习 广快应该会有告诉你们 要求那个什么 最佳解 你要去求出那个三角解 那个最佳化 这个不能税率多少 税率多少 应该是有一端在成本会计 那一端会算到 就是A产品 B产品的 类似这个概念 你这个要生产几个的概念当中 你要去求出一个最佳解 这个要用 因为我曾经算过了 要缴出多少税 这是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你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除了做offshore company 以外 境外公司 你有可能去做币选 做hedge 的一个功能 营运币选 像最早期的那个 你们叫盛香针嘛 盛香针的部分 盛香针其实之前他 曾经让人家吃在美国 yes 了 你知道美国是一个 诉讼成本蛮高的一个国家 盛香针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倒 他们球场为什么没有倒 因为当初他们就是用OC 用offshore company 也就是说 他透过境外公司去进行什么 公司的风险区隔 因为公司基本上都是采取有限责任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熟悉 大概公司法 那你今天你风险区隔的概念 也就是说 全部到我境外公司这边球场到 我这边有 你跟我要求1亿的美金好了啦 球场集体球场 可是我确实 里面这家境外公司就做多少钱 我透过结算 我可能只有0.2亿的 那请教一个问题 他只能够做多少 他只能够做0.2亿的球场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营运避险 当然还有一个大股东的结税 什么等等 所以呢境外公司是这一端 在企业界当中要做 那又有一个情形 跟管快有关系 就是去做什么 Transfer Pricing 我今天 我可能 有些时候我去做我的转播计价 今天我可能 我士同把公司的专业 各个部门当作一个 那是面对国际化公司才会这样做 他会找当地的主管去做什么 去做负责人 做负责人做什么动作 我今天我可能会卖一项A产品 这项A产品 你同时有好几家公司 那这几家公司当中 我可能内部转播 我这边卖给你的时候 或者卖到给客户那边 你可以选择去跟 这个外面的厂商买 也可以选择跟A跟 他选择可以跟B买 看跟谁买比较划算 你们会学到这一段的转播计价 那这一段就是为了做 经营绩效的分析 那这一段到底你去跟我自己的母公司买 还是跟外界买比较划算 那每一端呢 他要自己去赚他自己的钱 到这个年终奖金 或者是Bonus 就由这边来分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所以呢 管快当中会用到这一段 那这里当中 就是你们要去做控股公司的 概念 讲这个会不会太深 因为在实物上 深 可是你们听一下 以后跟你绝对有帮忙 那好 那我们再继续讨论到说 高阶入股的概念 这个你们最好留着 以后随时会用得到 我敢证明随时会用得到 高阶入股的部分 你到底要开放多少股权 还有认定多少股票选择权 Star option的部分 那好 我们如果进行公开发行的以后 我可能会进行分割合并 合资等等 所以公司采取事业层次 的策略 还有经营策略 会共同是整个完全不一样 若是基地效期美股禁止的话 当然我们是建议采取分割 或者开立新公司 你们现在记得 现在那个 美股禁止 不是美股 现在股票的命运 以前你们现在学的是十块钱吗 现在已经当了 现在可以自由 金管会已经要修法了 已经要修了 已经没有十块钱了 以后都是认美股禁止 什么是美股禁止 你们知道吗 蛤 不知道 美股禁止是牵着到你们在算投资报酬率 到最后要去设算的问题 会计是不是告诉我们资产什么 减掉什么 负债嘛 那这个就禁止啊 那看公司有几股啊 除以 这样你们了解吗 这个就禁止 资产减掉负债 所以 所以他们创投第一件事情都问 那禁止是多少 禁止是多少 禁止是代表公司 你可以有the net value 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到这一块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公司策略营运的一个落实 因为当你面对解决问题当中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想说 我怎么去对应当中 刚刚会跟各位讲出一个picture 一个图 那我们今天在策略议题 当要结合管理实务的部分当中的时候 可能这个部分 你们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我就不跟你们讲 你们可能要跟你们讲 说你们参考是要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 这个图就是一个公司 你在进行预算的时间点怎么去编 这实务上 这是非常实务的东西 你今天如果说你要进行预算当中的时候 你预计执行的部分是要什么 表面上你是12月要做出所有的budget planning 因为你们现在在做 你们在学预算 其实很抱歉 你们是要由前端好几个月前就要做了 有人说你们在12月 你们发现从这边开始来算 你从10月就开始要推了 10到12月当中的时候 你公司就有一些策略管理 那这些人通常当中 你公司要怎么未来明年的定调 就是谁 有总经理师跟顾问幕僚团队 去进行这些的一个部分 要进行这些策略管理的什么 开始预算 我公司到底我今天 我今年我要打是打成本领导 我如果打成本领导 我可能需要 是不是可不可能我需要 要购置一些新的机器 或者拉新的生产线等等 那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开始要去找 如果我今天不打算 那个走成本领导的时候 我可能要去开发新产品 我要投入多少研发成本 我钱要从哪边来 这个都是公司 这一段策略管理要做 那同时这段期间 在做的问题当中的时候 当你定调的时候 OK 11到12月的时候 就是谁 总经理师跟顾问幕僚团队 还有部门的最高主管 就要开始怎么去做 因为你这里面已经公司 基本的策略已经定调了 他们排schedule 他们其实大型的公司 都照这样排的 开始就排了 在这一段期间 他们开始就要开会了 他这时候 绝对是把各个部门 最高主管 他不会这时候小部门 主管都叫来 他绝对是部门 最高主管过来 他会做什么事情 会做一些情境的分析 竞争情势 还有产业分析等等 还有策略创造 根据这个部分 来进行一些资源的配置 那好 这个部分当中 他告诉人 这可行 预计未来怎么做 他要想办法 开始了 部门最高主管 这代表什么意思 开始要分绩效 谁要负责去领赏了 不是领赏 要领绩效 你要负责给我达成什么 无论你要做成本节省 或者要达到明年多少业绩 这个时候 你要开始进行预测未来 因为你策略都定出来 你就开始要去 每个人要去认养自己的责任了 所以这时候 各个财务部门 业务部门 设计部门等等 开始各个部门 可能中阶主管 会整个进来了 不是高阶主管 那这种情形就开始进行 真正你们在学的预算在这里 你们在学的预算 在学这一端 那你这时候 你要开始进行跨年度预算 缺口分析 到我们所讲的缺口分析 是指包括 产能的缺口分析 还有什么分析 人力资源的缺口分析 还有什么 资金的缺口分析 实务上就在谈这三大分析 那这分析你要怎么去筹 那你静态 你要你面对 我明年我到我的公司 可能我的现况 我需要4亿的资金 假设 这时候公司就在心想 我缺口我缺4亿 我4亿要怎么筹 到底我80% 20%是来自发行公司在 或者我20%是来自跟股东要钱 20%是跟银行借钱 20%发行票券 什么等等 这个时候就是要去进行这些缺口 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 业务部说我可以接什么单 设计部门你可不可以做 什么等等 全部都要拉出来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完 当你做完了以后 11 12月以后 出来以后 这个出来规划分析了以后 你才开始要定时间点 很抱歉你这个时候要开始 年度预算功能政策就是重 这时候回归编出来以后 有没有符合公司的一个functional 一个你的政策 所以呢这是我跟各位分享的时候 这个部分在实务上在做 那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我们拉拉扎跟各位提到这个部分以后 所以呢可能会跟各位提说 当你企业在进行策略的执行的时候 你的融资跟租税规划 你考量重点是在哪里 融资来源是来自哪里 股东或者是银行债券 你股东会考虑到股利 还有大股东的结税 企业成长还有员工的绩效分投 员工事股 对财务报表影响有数字 那债权也就是在于是一个利息 那当然面对事业成绩的部分当中 你可能会有个成本领导 还有一个差异化的部分 那成本领导当中 可能会有资本支出IR计算 还有公司投资递减 你们知道吗 有时候透过买一台机器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去 跟你们讲那个资本支出的预算 所以你们可能 但是你们要记得 算资本支出的预算 或者是算投入产品的可回收期的时候 你们第一件事情 要先做第一个动作 麻烦你们先记起来 第一个做 第一个先要做 那个什么成本习性的分析 也就是先做什么 都是大概基本这几个概念在跑 第一个 第一个 Cost behavior 你一定要去做固定成本 跟变动成本的分析 你切割开来以后 你第二件事情 你要去做什么 BEV 这是什么东西 对还好 损益两平 你损益两平 他们很care一件事情 损益两平会继续做什么 模拟分析了 什么时候是我应该要做出损益两平 那我可以告诉你 一般来讲投资者 他们要求要几年回收 7年 银行贷款最高也是差不多7年 扣除房贷 你说我家房贷 那没有我现在在讲公司 公司你注意看最高是7年 只有不动产是15年 你们仔细看 公司的机器贷款都7年 所以你注意看 他们都差不多7年一个循环 还有呢 算完了这个以后 其实损益两平 就是我们所讲IR等于0 Hurdle Rate就等于0 OK 那算完这个以后呢 你开始要进行模拟分析了 Simulation 你开始进行模拟分析 你要抓住三个大重点 第一个 我的现金流怎么跑 我多少现金收入 再减少现金支出 第二个 我可能要重点要留意哪里 我重点要留意哪里 我的折现率 你们也许会觉得折现率对你们来讲 好像很 你们在念折现率会觉得 你们就去参考 折现率其实实务上来讲 你们去参考民间的融资利率 跟银行借款 这样了解了吗 你们用这个要去参考 很多人不知道我到底折现是怎么跑 到底市场的利率是怎么跑 第三个除了现金流以外 你们还要去做什么 还要去做结税的分析 因为结税分析代表公司可以去做节省的部分 所以呢当你只要你抓住这三项 你一直不断去熟悉 我可以跟你们讲 你们差不多 这可以够你们吃一辈子 这三项你们要练得很熟 很熟已经让它变成制度化 已经让它变成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再进行成本领导 或者差异化当中的时候 无论你要做 你做资本支出的计划 及内部报酬率计算 你就算公司投资递减 租税投资 还有跨国就有一些text treaty 就是租税优惠的考量 那租税优惠的考量 你要去算哪一个部分 例如说 假设中国大陆的税率跟台湾 现在没有互惠的状况下 你到底要把利润留在哪里 又不要被查账 这个就是你们的妹妹格格 就是在这里 Anyway 成本领导 那差异化呢 差异化重点 因为差异化代表 你要发展有特色产品 代表风险也高 因利润高 所以你这种情形 你要去想 我资金怎么去筹措 一般来讲 如果说不是找股东 要研发资金的话 不然就是找谁 去找银行 银行在做差异化的成本 就是给你创新的产品 他们比较没兴趣 所以你们要去找直接保证 在中小企业要找直接保证 或者刚刚你们有学长跟我讨论到 文创事业 文创事业 也可以去找直接保证 还有你们要去讨论到 新创产品 有一个产品投入可回收期 你回收 是什么时候回收 包括一个机器的试车 它可能到实际上的试车 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点 在股东你要进行分配股利 还有租税规划 这个部分跨国租税的部分考量 那当然你后面 谈到这一块当中 我们会再谈到一个策略合作的方式 刚刚有跟各位谈到 其实策略合作跟重点方向 无论是垂直整合 或者多角化整合水平整合 合资并购等等 一般你就抓住一个大原者 合资没有租税优惠 并购有 并购的租税优惠是来自于 企业并购法 这个就是你们在管理会计 所计算叫税盾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合资的重点 在股权的规划 及经营的影响力 那你合资后 产生对于公司 在产品行销 或者技术的合成 甚至它是在一个 资源整合及互补的规划 所以呢 它在财务的规划 就比较没有利己的需求 那并购的重点在哪里 它必须有一个cash 那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是有个叫 企业并购法的部分 它会有一个 给你银行租税的优惠 还有税的优惠当中的时候 这个你们要去算 那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企业就有并购租税优惠 及银行融资提供 那企业财务利益效果可见 对公司每股净值 及资产的重效数字 马上会反映 上市柜公司 就有利于股价提升 所以呢这个时候 但是对于后续资源整合 及持续运营能力及企业文化等等 就看并购者是否能力及hold住 最明显的代表 你们知道是谁吗 鸿海 鸿海为什么 鸿海其实是 后期是靠并购不断去壮大它的企业 他们怎么并购 企业他们 财务的分析怎么并购 你们通常一个企业 如果不去请会计师做审查评件 他们并购通常来讲 他们就是做一个叫做DD Deligence 你如果看到DD 就是代表审查什么评件 其实审查评件我跟你们讲 说穿了一点就是在做管理会计的survey 他审查评件做什么重点 并购要做什么重点 第一个他会做公司历史的严格 还有资本行程嘛 历史的严格 还有资本行程嘛 对不对 还有做什么经营者团队 当他确定经营者团队 再来他会继续去做什么 员工的法定成本 这都管快的东西 第二个他会继续做什么 他会做公司产能的 公司 现有 土地 建筑物的建价分析 建筑物的建价分析 第三他会做什么 他会去做公司的 他不是只有看会计师的裁切 因为他知道会计师的历史成本 他会去做公司机器设备 对 的产能分析 这很可怕 以前我做过 你知道这怎么做吗 他在做他会 真正严谨的在做第一 他把对方的工程师 全部教你们要压 这不能乱写 量率多少都是要算的 也就是说你们在做什么 到底要掰 到底你要购买还是不购买 他会要求说 你们的产能分析要做出来 你今天有10台机器 那你今天10台机器 到底达到多少产能 你要直接明白一下 你有多少 Idle Capacity 闲着产 全部都要抓出来 你到底一个单位 这台机器年产 可以产生多少收入 可以产生多少生产量 他可以卖多少 全部都要做这些产能分析 他们真正严格的 滴滴是这样 我们真正严格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广快你们在学的东西 都是广快你们在学的东西 机器的产能设备 所以他要做什么分析 他甚至会要求你要拉一个 要去拉一个叫做标准成本 他要你们化压以后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 我曾经碰过一个实际的案例 我们 我那个客户也真的惊 那时候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他叫对方的工程师 老板说他的技术很好 他的机器很好 因为这种建架东西好建 好可以去做appraisal的 可是机器设备不知道 他不晓得 你是不是出一只手 这些机器设备 他竟然是叫老板去化压 我到底我这台机器型号 他怎么盘点下 他现在价值好 他说好我这台年产量可以100px 我的误差率是在2% 他真的叫他 我们在滴滴的合约都写得很清楚 我现在我的满载产能是多少 我什么情形 我什么情形 到理论产能 他们都定义得很清楚 当他定义很清楚以后 他说这个可以卖多少 他产出的成本是多少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就设出一个 那个老板就是用这个来去化压 做出一个货有设计 什么叫货有设 contigions 你很抱歉 你这台机器他跟他保证 还可以运用三年 你这三年很抱歉 如果没有到达一定很抱歉 你这台你要赔我多少钱 造成损失的收入 这个就是滴滴在做 滴滴其实就是在忙这件事情 那还有忙什么 法律的当然还有忙一些其他的 所以这里面光机器产能设备 就可以去抓出一个投报率ROI 还有什么 你们算到未来资本支出决策的 现金流量 cash flow 甚至可能要做discounted的部分 是这样来算的 我们都是这样来算 甚至当然会继续来看公司的负债 资产负债的一个状况 还有员工的负债 退休金 当初那个李坤耀 他做德国的滴滴就是做得太草率 我就是滴滴就是做得太草率 但他委托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他没有去做那么精 也不能讲说或许可能他们有些 我不晓得 反正天下也有这么讲 我那时候觉得说以李坤耀那么精 怎么可能 会做滴滴做那么快 因为他们做滴滴做得很快 就是他们滴滴没有去做得很确实 真正的要去做买一家公司要这么做 要不然你至少要抓重点 抓哪个部分 所以当你面对这些滴滴审查 还有其他的法律成本 其他诉讼的法律成本 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一块当中 并购大概就是审查 就是这些重点 这些都是公司这么讲好了 通常如果在大型企业公司 都是投雇部门的气管系 跟财管一起共同来做的 如果你本身你又有气管的背景 可是你又有快 又有把管理会计背景 甚至商法税法去守的时候 这些对你来算是亲而易举的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所以呢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 并购的重点是在资金区 因为当你决定这家公司 可不可以购买就是去做滴滴 那他们怎么去做并购呢 为什么说这个部分会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资金需求会整个扩大 因为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 你们就记得 我们刚刚有谈到股权禁止 你们要先有这个概念 影响到企业的股价是资产股权禁止 还有什么 EPS EPS正常来讲的话 假设我今天我的EPS是2块钱 那2块钱以目前市场的行情 我现在我估计我现在 我一年维持在2块钱的EPS 一般来讲假设市场正常放大的行情 以目前台湾大概10到15倍 代表EPS有2块钱代表现在多少钱 可能你的股价在20到30块上下在range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你们要记得抓这个部分 所以很多公司甚至本益比等等 你就大概抓10到15倍 OK好 你把这个概念抓了好以后 我们就开始讨论什么是并购 我今天我可能A公司 我今天我决定要吃这家B公司 那他怎么吃呢 他吃的方法很简单 我今天我买你的公司 我买你的公司的时候 我一定会有我的现金来源嘛 那我依据企业并购法 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我可能买这家公司 我决定需要100块好了啦 那我真的要准备100块吗 No 没有 我决定100块可能我自己拿50块 50块我去跟政府拿钱 那是买房子的支备款的概念 我企业并购法 企业并购法它是强调两项在哪里 第一个 他可以他的 这家公司如果是亏损啦 他可以有节税 好开始了 但是他的资产可以进来公司 会 他资产进来公司 我先讲他的部分 第一个他有节税的功能 第二个政府有补贴利息 可能今天我的公司 我今天我税金 为什么我说我有节税 我今天我如果是亏损的话 我因为我的亏损 我原本我帐上赚300块 我因为买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亏损 我可能亏了50块 我可以减掉以后我250块 我做成我就少缴税 这样了解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政府补贴利息 用广快的概念 你要去看政府补贴的 因为正常假设信贷的利率 假设信贷利率是2%好了 政府可能基于政策 我给你补贴1% 所以就代表什么意思 你只要付出1%的利息成本 这样你们了解了吗 表面上银行收到2% 其实政府帮你付1% 你再1% 那好 你本身你赚到补贴的利息 对不对 你又赚到什么 结税 有没有 再来 因为你 你併了这家公司 原本你的资产净值是300块 好不好 你因为併了这一家 他的资产净值是100块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所以多少 300加100多少 400 400的话 OK好 Anyway 你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拉你的股价 代表公司什么 你的能力更强 所以你会就赚另外一波的股价的上涨 不只能力 因为你能力代表股价上涨 代表是投资肯定你有能力 所以呢 很多企业的什么 他的市场就是这样一直吃一直吃 一直不断并 资产一直合并 这是财务纵效 他只要好好依据这个部分 那当然在那企业并购 他不只是财务操纵 他在于那个什么 有关他的一个 他透过企业并购当中 他本身他的管理共同的成本 你们应该念到那个共同 他的共同成本可以进行分担 Allocation 他可以去做抵消掉 像我最近 有听说台湾某一家那个百货产业 两家亲戚要合并 那两家合并起来 又有四十几亿的营业额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合并以后 他们的管销成本大概可以当了 现有的部分大概可以当一半 当一半 所以这种情形当中合并有一个部分 可是并购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等于是说 他后续的话 因为你吃的所有的公司 你后续还是有一些企业文化的问题 要去考虑 可是他对财务报表的部分 财务价值会很大 当你在进行 所以也就是说你在企业进行并购 你必须要学会算投资报酬率 你必须要学会资本支出预算 这个部分都跟你们影响很大 Hurdle Rate IR都是在里面 很多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到这一块当中的时候 可能最后我学姐可能要跟你们 再分享是说 我现在很快速的告诉你们 这是某一家公司的小型电池交换站 你们注意看 现在我们先看 这个企业架构当中 你创投一定投资者 他在乎的是损益跟损益两平 还有什么现金流 这部分来考虑 所以在我们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一定会进行成本项目的分析 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 你要先把这两个成本项目定出来 财务会计没有在定这个东西 你们要记得财务会计没有在定 可是那个什么广快很重视 很广快很重视 那你的收入会产生哪边的收入 你要开始进行去抓出来 你要去定义清楚 收入以后再来进行损益分析 再来才能够去进行模拟的 还有现金流的部分 例如说来客树什么等等 有空你们自己看一下 因为之前我做的一本是60页 这个是piece of cake 这个是小的部分 当你面前价站一站60站 经济规模 你都要去推估 你都要去推估这些东西 变动成本会产生什么成本 这里面也都会去变 不是都会本身产生不同的计算 这个部分是你们有空 你们可以参考看一下 现金流的分析 回收成本 就是损益两平 预期报酬率 以多少为一个循环等等 损益两平的部分 还有其他评估来源 因为它本身为了这一家 是要价站在哪里的通路 所以要把通路的来客树 都要甚至去抓出来 OK Anyway 好 其实 跟你们啦啦渣渣 我到最后会跟你们讲 其实管快 另外在一个企业界是一个非常重要 管理会计 它在企业界当中 你几乎都是在做企业界的什么 高阶经营决策的部分 所以我个人会有一个主张 就是企管会计化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面对企管系的学生训练 你一定要去用管快 管理会计 去做消点一个最后的整合 那这种东西当中 你可能重点是要去做哪里 企业价值链的计算 也就是成本效益的进行 计议跟评估 再来你才能够去进行 策略管理决策的应用 因为可能各位 或刚会跟啦啦渣跟各位讲 你看到表面上很多 财务管理计算严谨的 其实背后隐藏 是一个动态竞争及资源配置的观点 你要把多少钱去配到哪边去 或者以印产业结构 立基的边陀市场等器官理论 进行实务思考过后 它拍板的一个结果 像你们看到一些连带案 还有一些合并的换股 基线及市场推幅 那个是背后必须要 很多的资料佐证才能去做的 不是说你算一些财务的数字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要做的基本功 那最后学姐要跟你们建议就是说 自己人生的高度 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 没有人可以去帮你决定自己人生高度 所以呢 在这边跟你们分享是说 你们念气管系 既然都已经念到大三了 你们应该就应该好好认真 因为气管系既然就是通 当总经理的嘛 你们到最后一定要好好去透过 做管理会 无论你要走行销 或者走哪里 像我去年去做那个 电池交换站 现在已经有在开始布点 有他那个获得环保署4500万的补助 那个电池交换每度的度数的计算 那个价格测试 那个就是我算的 那个不会就类似你们家 有要一公升多少钱 那个测试 那个在推行销的敏感性的测试 都是用广快的概念下去做的 所以呢跟你们建议说 为什么会做那些 有些我们在做顾问当中 你的impact factor 为什么 因为你的马步工只要蹲得稳 不是说到处我在翻 no no 企业界没有时间等你那个 企业界它就是一直不断在走而已 时间就是今天 所以呢你要好好的认真 不断去累积你们自己的马步工 其实许多商场的运筹帷幄 尤其在面临高阶经营决策 它背后都是隐藏很缜密很缜密的 观念思考及推导计算交叉 运用完成的 那这种情形 当你累积自己的马步工当中的时候 你自己可以去决定自己的人生高度 这是我最后想要跟你们各位分享的 那我今天我跟你们分享就是到这边为止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今天 都会放到 会会会 因为原本今天时间的关系 原本其实还有一本更厚 去年就有了 那本是比较机密 那个价值一亿 因为那本整个资金进来 今天是来不及 来不及放 来不及讲 那个是可以看到很 一系列的管快的分析 都是很彻底的 连现金流 你们分析都用的 几乎管快每个章节都应用到了 那这个会给你们看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我顺便提一下 有你们学长说文创事业 我欢迎各位能够有关文创事业来跟我讨论 因为我正想发展新的文创的诊断方法 这样子 那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我们的A同学有没有什么疑问 看来好像没有很多疑问 不过我来接近这位小小的总统 也好 这个同学很快的两个半小时 都过去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学姐 把她数十二三十二四年的功力 在哪个半小时内快速的做了一些分析 不过可能最重要来讲会更深一点 她其实谈到的大多都是高阶的管理科技 跟财务管理的领域 不过这边最后一章 我一定要写好一个叫做马赌工 马赌工就是很简单 准马赌 那我们在管理科技里面 所学到的基本上都是马赌 如果这个做过好 那学姐所讲到的那些并购啊 那些合并啊 分析大概就做不下去了 那我们很难想象 连固定成本 电动成本 都没有办法做习近分析的 而能够做好一个重大的同学的决策 或者说是一个并购的决策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 请同学可以在大学里面的这些基本功能 我们要做好 那当然啊 这个学姐一开始就强调一个重点 我们的态度 决定了我们的高度 那有了什么样的高度啊 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韵味 这个气管系的学生 到底将来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在平常里面啊 老师确实没有太过于跟同学去琢磨 我个人也是觉得既然来气管系 重点就是学管理 那将来到的职场 当然也希望能够做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那最高的管理者就是一个企业的最高的决策者 包括总经理和总市长 那这个不敢在平常的时间告同学 也就是怕号高误源 认为来到气管系以后啊 将来就要做老板 结果出去以后啊 剪高手机啊 被这个这个企业界把放淘汰掉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安逸于做一个基层的员工 所以我们不敢讲 但是学姐一下子就剪出来 虽然我们不敢讲 但是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 既然来气管系了 我们的方向就是将来要做一个优性的管理者 甚至十年后 我希望能够做到高阶的管理者 这个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时候 你的定位就清楚 并不只是说在学校里面的某些科目 或者五管三地都必须要真的融为贯重 而且很深入的了解 那日后啊 你在职场上的发展 自然当然就会非常的有比较少的机会 我想这个学姐两个半小时的演讲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于她自己的专业的热爱 以及她对她所知道的那个知识运用的熟练度 希望这个态度能够给我们同学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 OK 那我们热烈的鼓掌谢谢我们的学姐 OK 这个教材展翼我今天晚上会做到我大同学可以让我大去上路 那也请同学 不要忘记了 一个礼拜内 把那个 演讲的新的报告 没有给我掌揽的一个就是你的学号 那另外上个礼拜的考试的考卷呢 我们下礼拜上课 最后的都再来发 OK 还没有什么疑问 要来问一下学姐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一条继续 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了 谢谢大家 那你们想将来 第一个席 可以 我们下定了